哈喽 哈喽 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莫方老师的广告实战模块 声音画面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敲9吧 声音画面 好的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咱们开始今天的课内容 今天呢 和咱们下周一来说一下关于品牌的一个设计 那品牌指的什么呢 我们的方向指的就是logo啊 品牌的这个logo设计 那logo设计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这个一些延展了 对吧 这个logo出来之后 你要做一系列的物料 如果是个餐饮类的哈 如果咱们线下要开店 你需要做什么 做这个门头设计 对吧 你要做这个服装设计 以及呢 这个店内所需要的这些物料啊 这个碗呀 对吧 甚至你小到一个这种餐巾纸啊 那这些呢 就是你有了logo的前提才能去做衍生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还是比较多的 理论部分也比较多 然后实仓呢 我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边给你们多做几个吧 好不好 logo设计好 是不是可以给AI用 给AE用 你AE要干嘛用啊 你做后期合成啊 怎么不可以啊 可以啊 然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今天两大块 一个呢 是认识logo 什么是logo啊 什么是品牌logo啊 什么是标志啊 其实就是一个意思 其实logo就是标志哈 就是一个企业的形象标识 还有呢 就是logo的常用手法 我们该怎么去设计logo 哎呀 老师logo好难呀 就那么一个小图形 你看大鹏子这个logo 来 抽一大鹏子这个logo 对吧 哎 他有什么组合而成的呀 哎 他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式呢 一会儿呢 咱们去分析分析哈 啊 然后呢 咱们来继续看一下 关于我们的第一块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个logo 再来说一下 哎 怎么去做logo哈 首先呢logo什么意思 商标啊 对吧 经常会听到标志啊 或者这种徽标哈 那logo的徽标呢 或者商标呢 是它的这个缩写啊 我们简称logo哈 然后呢 它的全身是这些 哎 其道对徽标拥有这个公司的识别 以及推广的作用 好 举个例子 大M 你们看到这个大M 是个什么 这个样子 我给你们画一下吧 我都不用画了吧 你们看到它是 你会想到什么 我没有说任何的 它的关键词 就是它的logo 嗯 麦大佬 对吧 这个就是logo对于一个企业 它的识别 以及推广作用 对吧 哎 那就是通过形象的认识回标呢 我们可以对消 可以让消费者啊 记住这个公司的主体 以及品牌文化 好 那这个logo小小图形里面 它所包含的寓意是非常多的 我为什么这样去做 对吧 哎 它的整个里面包含的公司文化 公司企业啊 这个企业里面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信息和内容的 然后呢 咱们先看几个市面上不要 这个大家不要熟知的吧 然后就说这个企业没有 对 企业更熟知了 对不对 那个QQ哈 然后第一个呢 是字节跳动 对吧 字节跳动相方有 它的这个旗下有什么 有那个头条 对吧 有什么习惯爱视频 这个抖音 对吧 都属于字节跳动的哈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算是集团吧 集团的公司 这个这个logo 然后呢 线下的有很多的不同的它这个品牌哈 然后呢 百度 百度呢 也很熟知吧 像一个小的这个狗爪印一样 小脚印哈 然后呢 这个阿里巴巴 我记得是昨天 是不是昨天 是昨天不 是前天 我给你们说一下关于阿里巴巴的一个logo 对吧 是不是A呀 有始有终 哎 不是给你们 哎呦 我这个是课上混了 因为昨天下午我给AI提升课讲的是logo 是昨天给他们说的 但是应该也有你们这个在场的哈 因为有个同学也在跟着我学提升的 对 我拿这个阿里巴巴来举例子哈 阿里巴巴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内容 首先它的这个外轮廓是不是A呀 对吧 你看阿里巴巴的这个手字母是不是A 很多的这个logo哈 都会以手字母为一个设计手法 还有什么 里边还有个微笑的脸 对不对 然后呢 体现它的一个微笑服务 其实在它的官方解释里边啊 还有什么 有始有终 它的这个阿里巴巴开头是A 然后B结束也是A 这个官方解释呢 有始有终 我听听这个 也不知道是它在去创建这个logo的时候 就是这样想的 还说后期呢 赋予它一定的含义哈 在很多的情况下呢 这个品牌logo有很多的故事 非常丰富的故事 那有的其实是后来赋予它的 有点牵强 我个人也是有点牵强的 但是大家可以搜搜搜的官方解释 确实有这一条 我就是简单给你们拿出来说一下哈 然后呢 就是腾讯的 腾讯的它其实就是个字体logo 没有这个图形 大部分的logo啊 都会包含一个图形的 除了腾讯 你看是不是都有图形啊 你看这个康师傅 康师傅这个算是人像型的吧 但是它这个片卡通一点的 那人像都想象有什么 像什么李先生 对吧 那个还有什么老干妈 王首义十三香 还有什么 你们能不能想到这些 还有一个剧的制秃头呢 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一个药物的这种东西 也是人像的 都是以这个 他们是CEO 叫CEO 还是叫这个创业 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怎么老板 对吧 康王 不是康王 是那个线下的一个品牌 就是制秃头的呢 我记得也是一个人像 因为经常走过他们这个店面的时候 能看到那个形象 霸王是不是也是啊 霸王是喜欢水 霸王好像也是 是吧 但是我说的不是霸王 我忘记霸王的这个logo 叫什么样子了哈 最近也看不到他们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微信的 微信是两个小气泡 这两个小气泡像什么 是不是像这两个对话框啊 这两个点点代表这个语言 我们在输入的这个文字的状态 然后呢 还有这个斜程 这个斜程呢 它是一个什么 海豚 这是斜程一帮干嘛去啊 旅游去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游玩去 这个我不太清楚 它这个官方解释什么 但是我认为有点这个形象 就是它这个结构对吧 像一个这个线条比较流动一点 然后有没有跟这个飞机 有一些像结合的地方 这个斜程他不是可以去买这个飞机票啊 或者说什么什么火车票嘛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你出去游玩 有可能你去海边对吧 或者说去什么这个这个各种野生动物园 哎呦 冲浪啊 冲浪我觉得有点牵强吧 哎 还有什么C 对 还有它的字母 我说了刚才好多的我们的字母 基本都会以手字母为这个出发点呢 哎 去设计的啊 啊 然后呢 咱们再来说一下 关于如何入这个入手的这个logo设计啊 该怎么从哪个角度去出发 或者该怎么去这个 从哪些方向吧 对吧 你拿到一个logo的人家 给到你很多的这个设计方向和设计理念的时候 你该怎么融合到这个图形里边 其实做logo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 它远比你做一个单页 做一个海报啊 或者做一个这个什么折页画册 要难得多 画册像昨天对吧 咱们盘那么多文字 那么多这个这个图片 其实是最简单的 但是logo来说 就那么一个小小图形 哎 真的 你们如果做个logo的话哈 那被折磨的呀 对吧 反稿率是特别特别的高的 因为一个工它代表是公司的企业形象嘛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咱们先来说一下这整个流程哈 首先就是合作达成 那我们得达成合作意向啊 对吧 你这个别上来 我还没谈价钱呢 对吧 还没谈工期呢 哎 咱就开始做 那不可能 对吧 万一你撂挑子抖人了 我白给你做呀 浪费我时间 对吧 所以要达成合作意向 达成合作意向的时候 也的时候啊 嗯 我不想说百分百吧 就是最好 我就是给你们这个敲个警钟哈 最好去签订合同 要一个这个预定款啊 要不然呀 有可能 你坐着坐着 有人哎 我不做了 对吧 要不然坐着他不满意了 他换别人了 那你的这个工期就会浪费掉了 不是说我这个签合同说 哎 我个人设计师的一个利益保障 不是的 是双方的一个利益保障 对吧 假如说我是一个设计师 我现在能力还不是很高 我做的过程中我发现的要求太高了 老是跳我刺儿 天啊 我我不干了 那你会赔偿甲方啊 对不对 所以你跟去 甲方去天定合同的时候呢 你要跟他说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怎么样 我是为了啊 彼此的这个利益保障 如果我撂跳的不干了 那我会赔偿你的 所以你也不会这样 哎 比较任性 对吧 就不干了 啊 那甲方呢 他签了合同 他都给了你这个什么 都给了你定金了 一般定金了 会给他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哈 看情况 你看你跟他这个合作 时间长不长 你交个百分之三十也可以 如果呢 是第一次合作 尽量的多要一点 对吧 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四十的 自己去定 然后呢 等达成了 全部做完了 然后呢 再把尾款付了 彼此的利益保障哈 还有呢 就是了解 当我签订这个合同好之后呢 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企业了 对吧 他的企业文化 他的企业理念 他是卖什么的 对吧 他的这个受众人群什么 那有了这些了解之后呢 一定要注意跟甲方去沟通 你不能光自己去了解 有可能你了解的是片面的 对吧 不全的 那你呢 跟他去沟通 往我们沟通的过程中呢 会确定一个方向 哎 我们需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色调的 对吧 做一个什么样的图形的 有一个方向了 我们才能做后期的一系列 这个设计 如果你前期 你们千万合同 这谁也不理谁了 你自己干自己的 你按你自己的想法 那有可能 你的概括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吧 甲方说 哎呀 天啊 我这个企业 对吧 你看看我们这个 应该是面向这个男性人群 你骗我用粉色 那不是坏了吗 对不对 你不能以你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 完全融入到这个设计里面 你要是根据甲方的这个 他的一个理念问题 为什么说我们作为设计师 有的时候很卑微呢 就是说我觉得会怎么怎么样 或者我认为这个设计根子怎么样 但是甲方的他不喜欢 我们有的时候就会 哎 退一步 让一步 设计师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要觉得我们哎 这个做的观众 哎呀 天 全是以你这个为主啊 你要说跟甲方沟通的时候 你说哎 你不行 你就得按我怎么怎么办 我天 真是不让你做了 对 有的是真的 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确实是委屈 委屈一点点的哈 对吧 比较卑微的 然后呢 当方向确定好之后呢 你再来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根据前期的沟通 不会有大的一个出入 那甲方也会觉得 哎 你是尊重我的想法的 对吧 然后呢 确定好方向 我们就开始这个草稿构思了 草图要在本子上画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 你要学会在本子上去构图 去构思 不要着急打开软件 我就拉矩形啊 用钢笔啊 在那画来画去 切来切去对吧 勾来勾去 没有意义 你现在本子上画 有可能你在构思的过程 有十几套方案 对吧 你挑出几套最优的 然后你再去把它实量化 往往做logo啊 至少要提供两稿以上 前期你们沟通的方向再一致 对吧 你们的颜色也一致 形状也一致 所有的这种沟通都一致 那你做的过程也不可能只出一稿的 你光想的这个过程 你可能想出来十几稿 对吧 你就找几个你能实现出来的 一定要多做 让他去挑 好吧 不要让他去做判断 不要让他去做这个 这个这个挑刺的 对吧 你让他做选择题 啊 然后你 他就能有这个抉择权了 哎这个好这个不好 这个好这个那个也不好 是不是啊 然后呢 他在起草完你这个草稿之后呢 如果哈 嗯我是不太在起草的过程中呢 跟假话去沟通的 他会觉得你在啊 你给我画了个图 我也看不懂 对吧 就跟他解释 不要这样去啊 有个草稿就说 你看看我们这个图 你觉得怎么样啊 你先把你的草稿实现出来 对吧 你的这个实量化啊 或者图形化 之后再去跟他沟通 不要把草稿拿来跟人沟通 但是你草稿呢 可以当你之后的体验的一部分 我的思路过程 对吧 有了草稿 我再把它实量化的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细化方案和制作体验啊 这两个呢 我们细化完方案之后 就是把你的草稿图呢 细化好之后呢 要制作体验了 那这个体验有什么呢 你这个logo怎么来的 对吧 哎我们前期沟通来的 然后我手绘的过程 我实量化的过程 然后呢 还有这个颜色的问题啊 颜色代表什么 我里面用的图形 圆呀方形啊 三角形啊 什么样的意思 对吧 就是我们前期沟通的时候 我们所描述的那些内容 融合到这个图形里面去 然后包括你后期的一些应用 我这个图片 我这个图片 我这个logo啊 假如说我这个餐饮店嘛 对吧 在员工的这个衣服上帽子上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餐巾纸上啊 杯子上对吧 甚至小到一个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什么来的 塑料袋 对吧 一般外卖都会塑料袋 他们这个这个餐饮店 对吧 甚至小的这种物料上 你都给它体现出来 就是样机嘛 对不对 样机大家都会讨 找一系列关于餐饮的这种样机 去给它实现出来 体验的时候 这样让他看到 你说这个logo光看到图形 他一会儿不太理解 你这个东西多大多小啊 对吧 这个颜色在你这个纸张上什么效果 对吧 在塑料袋上什么效果 那你给他套一个样机 或者做一个效果图 那他看到啊 原来我这个logo是 在袋子上长这个样子 在衣服上长这个样子的 那他会更直观一点 知道logo的后期应用 是什么形式的 对吧 好 那我们体验之后呢 肯定会有要改的地方 没有一稿过 我翻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设计师生涯哈 我做logo没有一稿过的 也不知道绝对吧 但有的时候就是差不多 但是多多少少 他说 我们这里可以再怎么怎么样一点 对吧 其他已经很好了 这个地方再怎么怎么样一点 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少很少的 因为大部分甲方呢 他都有个姿态在那里 我是领导 我是甲方 没有问题 我也得挑出点问题来让你去改 只要没有大的问题 咱们就已经很万幸了 对吧 然后沟通好之后 根据他甲方的这个修改意见 我们再去修改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说完全听他的 他说你要再大一点啊 就是甲方老是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 对吧 这个就不要听他的了 然后呢 他提他特别特别想去修改的地方 我们可以去融合他的想法呢 去做调整 还有呢就是最终订稿 订稿之后呢 我们要去付尾款了 对吧 要收他的尾款了 这个就是整个制作的流程 其实呢我是把它拿到logo里面来说 大部分的设计都是有这些 这个架构和方向的 你说我做一个单页 我做个名片 老师也学这么复杂吗 其实差不多 对吧 你沟通好之后 你是不是得操稿啊 都没操稿好 你要细化吗 你去跟人家沟通啊 沟通完是改稿啊 对吧 最终再订稿 其实都差不多 只要不换版 换版什么意思 你说重新做是吗 那就是白做了嘛 那所以说让你多做几版吧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 我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 包括我们自己在去了解这个企业的时候呢 我们从哪些角度啊 该怎么融合到什么logo里去 哪些角度可以融合到logo里面去 其实呢做logo哈 你就记住一句话 这个将美好意义抽象画的东西呢 把它图像语言 我在这个logo里面用了个圆 这个圆它代表什么 圆满团圆 对吧 包容 我在这个图形里面用了个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代表什么 嗯 代表代表稳重 对吧 代表 这个这个规矩 反正你就 这些图形 对吧 三角形代表什么 也有这个稳定性 啊 然后还说红色代表什么 红色代表积极向上 热情 或者说你用绿色 绿色代表天然 你把你的这些 超像的语言 对吧 稳定这个东西 什么绿色这种 概念 它都是抽象的 你就把它融合到你这个图形里 把它图像化 语言化 让人甲方一看到啊 这个颜色 他觉得能代表什么 这个三角形 它能代表什么 维人方正 哈哈哈 也可以 像这种该怎么去 说老师我用了个正方形 但我不会去描述 我这个语言性特别差 你们呢 去百度搜 你说正方形 有什么样的含义 咱们搜一搜吧 来咱们搜一搜 看正方形有什么含义 刚才我也没说出来几个 对吧 在这 整方形 寓意 其实 寓意 其实那个谁说的挺对的 这个加油昆昆说的三分靠设计 七分靠 对这个 怎么说我 我没有听过你这个词啊 就是靠嘴说嘛 但是呢也不要过多的 这个叫怎么说 嗯 说太多 哎 假方形觉得你是不是在这 对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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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呀 啊 然后来看一下啊 它里面有多少解释 尽量不要挑这个不好的啊 什么方正 对吧 完整 古板 约顺 它古板肯定是不能用的啊 这个条条框框 干净平衡平等均衡 古朴啊 这些 对不对 哎 你可以说我它像一个窗口一样啊 啊 然后这个能让我们看到什么大千世界啊 对吧 这种字不好词肯定是不能用的啊 啊 什么什么符合安宁稳重 安全平等啊 啊 三角形的对吧 圆形的心形的 你看一搜一大把 你就把这些词可以描述给甲方去听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形状 好吧 啊 然后呢还有哪些角度呢 哎 它的识别性你可以从行业的这个特点上 哎 它是卖什么卖卖卖什么的 像我昨天啊 那个AI课程我们做了一个 哎 叫什么来着 啊 哎 这个logo叫什么来着 在的同学可以帮我回忆一下 就是一个面馆的 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想不起来了 就昨天的案例我这名字想不起来了 叫什么面馆 哈哈 三个字 啊 因为昨天有来听课 对有滋味啊 谢谢橘色的妙啊 对有滋味 它叫有滋味面馆 对吧 我们在做这个logo的时候呢 画了一碗面 哎就是它这个属性就特别强 行业特点特别强 因为它里边有一碗面 有面条的那个那个线条 啊还有面馆这两个字哈 还有就是独特性 哎你这个品牌的一些独特性啊 对有滋味有滋味想起来了 那然后你这个品牌的独特性啊 咱们可以想一想 刚才看到的这些logo里边 哪些有什么独特性的 呃你像这个什么对吧 哎气泡 其实气泡现在用的已经很多了 但是如果你再去模仿它 是不是就觉得模仿微信呢 其实微信好像也是模仿某一个 那个哎 国外的那个聊天软件叫什么 叫line line的那个logo是不是也 我看一下咱们搜一搜 我都不知道那个我这个拼音 我都不知道怎么该拼 是不是 是这个吗 哎 飞信飞信已经被那个什么了吧 被就是不存在了吧 最早期的是飞信哈 啊 啊这是他的那个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表情包 他的那个logo长什么样子 就他的他是个国外的那个聊天软件啊 还是不是哎 这个这个你看 他的没有他也是气泡 他也是气泡 呃 所以现在如果你再去用这种形式 甚至也是绿色 就会有一些这个抄袭的 怎么说呢 对吧奇异了哈 所以不要再去用这种形式了 因为他已经太 被大众去使用了 其实大棚里边也有对话框 你们能看得到吗 大棚里边也有对话框 这个内部楼空的这一块 对吧两个点点 看到没 好咱们继续来说 啊就是找一些呢 这种独特性的东西哈 好 但是现在你如果让我想对话框 我想到的啊 就是这个 你要拿对话框来说 就是他的独特性 我想的就是微信 啊 然后呢还可以从这个品牌的名称 对吧你叫什么 假如说我叫什么 熊猫娱乐 我举个例子 叫熊猫娱乐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个乐国留言 就画个熊猫啊 因为你的名字里面包含这两个词 而且熊猫是非常具象的一个动物 啊 还有呢就是行业特点 像刚才说的卖面的 那你就画外面 对不对 哎产品特点 你是就是跟这个行业是差不多的哈 然后呢还有服务性质 哎像什么 呃什么服务类的呀 嗯 美容啊美发呀 这都是边服务类的 对吧 哎然后还有地域文化特色的 你像一些咱们地方台的这种图标 我举个例子啊 那个哪个哪个地方台呢 哎呀突然想不出来 云南吧就拿云南这个来说 云南这个图标呢 它是七彩七彩的 然后呢是一个孔雀的那个头 孔雀的那个头 为什么用孔雀呢 因为它的地域文化特色 啊它里面有什么 啊它里面有这个七彩云南之称 啊然后呢有这个 就有代表性的一个动物啊 用的这个 这这个是啥来着 孔雀 河北台 河北台是一个长城 啊然后你们说的河南 河南里面有大象 啊然后有河南的那个手字母 这个芒果台呢 它是鱼米之象啊 它用了一个 胖头鱼的形象 和一个大米的形象 你们其实都可以搜一搜 电视台的这个 就是他们的图标里面 都有很多的地域特点 好然后呢 还有就是品牌的气质啊 企业精神啊 目标人群啊对吧 这种角度呢去出发 哎将美好寓意呢 超像化成为图像语言 哎就把它符号化啊 啊这个呢是关于我们 logo的一个这个入手 从哪些角度去出发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logo手法啊 我来我知道了啊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形式的啊 然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下 今天第二大块非常多 十一种手法哈 咱们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具象化的手法 什么是具象化 非常明确呗 对吧 哎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什么吧 来看一下 具象化的图标呢 再选择题材是啊 尽量采用人们熟悉的元素 你像刚才我说熊猫娱乐 那我用的熊猫 你说熊猫娱乐 你偏偏用一个什么啊 用一个猫猫狗狗 那不合适吧 对吧 啊然后呢 像熟悉的这个呢 会让我们对他这个认识度呢 加深一点对不对 熟悉的元素 能够迁怒人们的这个神经 哎这个这个 这个视觉神经哈 引起共鸣产生印象比较深刻 哎这是京东的 京东为什么用狗啊 狗狗有忠诚 对吧 哎有亲和力 哎这个还有每年双11双12什么618之类的 这种猫狗大战 猫狗大战是指的谁呀 哎指的这个天猫和京东 对吧 就是很对立的两个形象 啊然后这个什么啊 豹子 对吧 很形象 豹子跑得快 啊 蓝博的牛是啥 哎 你说蓝博基尼吗 哈哈 你们还能简称啊 就是找到一个具象化的符号呢 让大众的这个认知能更加熟悉他哈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点手字母 手字母刚才说来是比较常见那种方法 像刚才的麦当劳给你举例子 他呢就是手字母的看到第二个吧对吧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爱抖音 抖音的手字母在哪 抖音的手字母是什么 是不是得偶抖 像小学学评音一样 right d 哎这个是不是小写的这个d呀 而且他还结合了什么 他除了有d他还有什么 手字母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到的 哎对还有音乐符号 因为他这个音嘛抖音 他两个内容两个文字的内容都符号化了 把抖的手字母融进去了 然后呢把音 然后他的这个呃 属性用了一个符号去代替 对吧那个什么高音符号 低音符号那种小蝌蚪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作 抖抖他本身是个动作 所以他的logo会出现这种故障风的感觉 就像这个音乐符号抖动一样 对吧他既有手字母 然后又有符号化 然后还有动作 哆嗦 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米的 小米是不是手字母啊 摸一米吗 对啊有m有i 然后这张图我看看我有没有 哎我我做了一个反向哈 来看一下他除了正向 我们来拼出来的是摸一米哈 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反向 就倒过来你们能你们看到了什么 我把他这个掉了个头看到了什么 爱心 这个呢是小米在解他官方解释哈 叫什么省心一点 他虽然是心但他少一点 发现没有他最后一笔 那个点没有他叫省心一点 这是他的官方解释里面 我觉得这个解释我还是挺能接受的 对吧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反正我觉得我挺能接受的 哎而现在他也说什么用心做产品啊 之类的哎 你们是不是没有有可能是没有发现这种寓意的 哎这就200万了 你如果把咱们今天的课程和明天的课程选完之后 你就不觉得这个200万啊贵了 这还牵强这可不牵强啊 这可不牵强他在去做这个logo是确实 考虑着这个新的一个结合哈 而且他200万并不是说做的这个logo 他只是200万的从圆角举行 这个圆角举行他原来是圆角举行啊 然后呢变成了现在时下流行的超头员 他只是把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变化 他内部还是他早期的logo 早期logo不是原研灾他们做的啊 哎同学说转个人就200万 哎我跟你们说 做完一个logo之后他要干嘛 logo改了 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小米门头 是不是都要换 那谁来做 依然是这个设计团队来做 所有的产品包装 勾搭 对吧员工的服装 不要改嘛 你们不要觉得甲方就去把logo 改了个形式以后 他的这些物料就不做了 物料还要做 其实这个就是你们知道的VI VI呢就是logo的应用 你logo做出来之后 你要做一系列的应用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改 不是我做完logo就结束了 这个200万不是指他变了一个logo 他要把所有的衍生都要做出来的 能理解吧 小米那么多产品 他每个机型上 他每个产品上 每个米家的那个家电上 他是不是都要放上他的logo logo都要全部改的 对你包括线下的物料 你线上还有呢 对吧咱们打开这个手机 他的开机屏 他的开机动图 他的网页 什么不要改都要改 谁来做设计团队要做呀 这么大一个企业200万 我去做一个logo 最高的都上亿了 包括VI这一部分啊 因为我特别不爱听你们说的 哎呀报警办 这个什么转个圆点200万 当你学完设计 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东西他贵了 对海量的工作呢 好 然后这个事说的有点多 但是我先为你们理解 咱们是设计师出身嘛 对不对啊 你要去理解人家做这个东西 哎后边的这些内容 不是你表面看到的这些东西 好这首字母的哈 然后呢还有就是象征性的手法 那象征性的手法呢 就说会抽象一点点了哈 来看一下这个呢是中 不是上海美术馆哈 那上海美术馆呢 如果你不看右边这张图哈 哎这不就是毛笔笔处写了个 或者画了某个形状吗 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你是不知道的 哎当我去了这个美术馆 他这个logo原来就是他这个大楼的一个外轮廓 对吧 而且呢用了这种哎 笔这个笔刷的感觉 就感觉很中式嘛 对吧 比较抽象一点哈 还有第二个 这个logo呢 这个文字包我我给截掉了哈 对吧 你通过这个logo你能想到什么样的寓意 他有颜色嗯 他有形状 对吧 能想到什么样的寓意 哎翅膀 那是鸽子吧 对吧应该先看像鸽子 哎鸽子代表什么和平 是不是 双手捧着一个绿色的植物 呵护 呵护幼苗 对吧 茁壮成长 绿色代表 希望 哎 像这个闪亮剑剑 守护新生命 其实你像这些守护呀 呵护呀 什么成长啊 对吧和平啊 这些概念我们是直观的体现不了的 因为它是这种抽象性的语言 哎 我们可以把它符号化 哪有拔妙助长啊 那你从哪看出来拔妙助长啊 我的天 哈哈 然后呢像这个这个是 能看出来是什么吗 这是网易云的这个图标 那看了什么 其实他也有音乐符号 对吧像这个他也有音乐符号 然后呢他有点像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早期他们放音乐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不是光盘 叫什么金唱片 唱片 对不对 是不是像那个唱片的那个那个结构啊 哎 然后结合了音乐符号 哎 流声机 黑胶唱片 哈哈 这个交响错了啊 对啊 这个呢就是抽象的啊 它不是特别特别的直观 我们需要通过思考 哎 去把它想象出来的 对吧 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哎 依然是这种抽象的哈 抽象的联想手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呢 这个是西瓜视频的早期logo 然后呢 它应该是在18年的时候 还是19年的 它改了 它改成什么样子 在原来看这个西瓜视频的 是不是 从logo的这种看了非常具象的 这个西瓜的一个 啊 图形内容啊 对吧 哎有这个什么红色的壤啊 有这胶边呢 红色的壤啊 对吧 中间的三角 三角代表什么 三角代表这个播放按钮 对吧 因为是视频网站嘛 所以一般的视频网站都会有这个播放按钮 你像什么腾讯呢 啊 什么还有什么来着 呃 优酷啊 他们这个图表都跟这个三角有关 就是播放按钮 然后呢 它改完之后长成这个样子了 如果你不看见西瓜视频这几个字啊 你光通上面的图形能看出来跟西瓜有关吗 我觉得它还没有这个更加直观呢 所以它就哎 有点抽象化了 而且你看它这个描述性的语言啊 右下角一个缺口呢 官方解释为张开的嘴巴啊 是西瓜视频的持续希腊 这个永不满足的一个入口 同时呢也表现西瓜视频的这个内容丰富 具体呢 包含什么什么这个包容的态度啊 和什么保持新鲜成长的品牌精神 我是没看出来 你要说啊 这个什么张开的嘴巴 我还觉得你是西瓜咬一口呢 你是不是模仿人家苹果咬一口啊 对吧 你看有的时候官方这些解释啊 我都不信 就有稍微有点牵强 而且它我觉得还没有原来更加有识别性呢 啊 你看新方也说 感觉第二个像在模仿这个什么 嗯 模仿logo 是不是 哈 然后呢再来看这个 虽然我把文字拿下来了 但是有可能同学看不太懂哈 那看这个图片能想到什么 来 好多密集的点点啊 音响 哎有点像 霓虹灯 哎也有点像 地球 因为它是圆的嘛 没啥感觉 世界 全球 你现在没有答对的 如果有同学快速的去翻译了一下 应该知道 这个呢是一个赛事logo 就往年不都会有什么 斯洛克锦标赛呀 对吧 网球公开赛呀 这种锦标赛哈 那这个呢它是一个基建的一个世界型的比赛 这个19年的哈 基建 哎打个问号 为什么基建用这么一个图标呢 跟基建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有没有看过基建比赛 想想 哎 这个Adobe熊说面罩 对吧 哎其实它就是把这个面罩呢符号化了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哈 我就不给你们搜了 就搜一下基建的那个面罩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抽象嘛 有些人说联想不到 他就是利用这种抽象化的符号 你就包括这个视频一样 对吧 你说你能联想到下方这些吗 但是一旦你知道之后 你就会觉得啊 对吧一目了然 或者说这个 醍醐观景 是不是 那如果你想想这个符号 这个logo哈 我记得往年的这种比赛的时候 在中场休息 他不会有这个插播广告吗 插播广告的时候 那个logo 就是一般你们学AE的会知道哈 那个logo从屏幕转一圈 然后就开始插广告了 那如果你看着看着基建比赛 然后中间插了一下这个logo 你会觉得他 不懂 看不懂 然后这个太抽象了 不会吧 那么那个时候你是知道的 因为你看的是基建比赛 你这是可以联想的 但现在你没有看这个比赛 你多烂 你单拿出那个logo来说 你是不认识的 他的应用场景 你要知道在哪 明白了吗 其实话语的描述呢 也是要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跟假方去提报的时候 就像我 对吧 我看的这个logo 我没有看出来什么 这个什么一个入口啊 或者说这个什么持续吸纳 我看不出来 那得需要去解释嘛 对不对 那你解释完之后 人家假如认可了 他这个logo既然已经现在被应用了 说明假如就认可了 好 然后呢还有这种全名组合的 那这种logo呢 也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哈 然后呢直接是品牌的名称呢 进行纯文字的这种字体设计 他偏logo里面的字体设计了哈 然后呢可以强下强化对象和品牌印象 什么意思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孟宝老师呢开了一个咖啡馆 叫孟宝咖啡 好 我今天你们晚上咱们聊天的时候 对吧 还没有正式上课呢 就孟老师晚上吃饭了吗 我说没吃 我今天喝了一杯孟宝咖啡 然后啊你们就听了 有个人问 老师那个店在哪 我没有喝过对吧 然后呢第二天 你又问我 然后我说 哎呀我今天又没吃过 又喝了杯孟宝咖啡 你们就会问 哎呀这孟宝咖啡很好喝 我们都每天天喝呀 对吧 咱就这正常聊天 哎不会想太多 好 那我连续喝了好几天 连续跟你们说了好几天 那这个店你们都没有见过 一个新的咖啡店 那有一天这个谁呢 这个这个这个 孤郎同学就逛街了 逛街啊看到这个门头 在这个店面上看了个小猫猫 然后呢有个两个小耳朵 这个什么狩猎啊拿着一杯咖啡 冒着烟 这是他的身体啊 我就不画了 然后下面小小的写着拼音 哎孟宝 我就简单画一下孟宝 哎咖啡 对吧 好 那四郎在逛街的过程中 他看到这个图标 他会认为是孟宝咖啡吗 他不会吧 他就啊 反正开了一个新的咖啡店 对吧 这个logo是个猫猫 好 那如果谁逛街呢 这个小兰兰逛街 逛街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门头上两个大字 孟宝咖啡 然后后边哎咖啡 好 那当这个小兰兰看到这个孟宝咖啡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知道 我提了一星期的咖啡店 是不是他 现在我这个例子你们能不能理解 我举例子就是文字logo 对于你们的这个大脑记忆会更加深刻一点 对吧 你光看了图标 因为你之前不认识他 你不记得 你没有了解过 你看到你也不知道我说过他 但是如果纯文字 我都提了一星期了 我就不信你看到两字 你想不起来 我说过 啊 这个就是纯文字 他的一个优势哈 很像这个他们唐记馆 这纯文字设计吗 这一看就很港式的那种餐厅 对吧 哎繁体字啊 包括用这种圆呀 很这个复古的这种设计风格哈 还有这种熟写体的魏维仙呢 还有这种巴蜀灰呀 但是你要做这种文字设计 你看这三个文字的风格 这三个字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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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统一啊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经营内容上去捕捉形象 你卖什么的 炸鸡店 哪里画个炸鸡呗 画个鸡 工鸡 带着一个这个什么厨师帽 对吧 比这个大摩哥 赞赞赞棒棒棒 那你说我炸鸡店 我这非要画个小狗 画个小猫 那不太合适吧 我记得我们家楼下店有个叫什么 蝉猫烧烤 我家附近 他那个logo就是一个猫猫 攻击中的战斗机 你看 说明这个小品对大家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你卖什么就画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第二个呢 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肯定是卖鱼的 他叫什么鱼库 然后呢活鱼现烤 你卖鱼就卖鱼呗 他为什么这个鱼骑自行车啊 Lisa 你们可以解释解释 那老师为什么不让他在跑步机上 老师为什么不让他游泳 像这个什么 那个我看过去了嘎嘎说的 这个有活力 新鲜 酷 对吧 因为人家活鱼现烤 你只有活鱼你才能骑自行车啊 对吧 你死鱼可能是不能骑的 而且你骑自行车是一个运动啊 运动这个肉质就鲜美啊 对吧 而且还有什么 这个骑自行车有点酷啊 对吧 形象上比较酷 所以你做什么样的 你要符合你这个店的一些属性 对吧 然后第三个 这是什么 我不太会念什么gater 对吧 就是吉他啊 就直接说了 吉他工作室 这个呢 是不是把其中的字母做了一个 吉他的形象 对吧 就是你 你就跟吉他有关嘛 所以做个吉他 而且这是字母的一种 呃 这个笔画公用的方法啊 上面的这个I 和下面的这个S 做了一个结合 那就很像个吉他 gater 对 gater 然后呢 还有就是地域这个文化上捕捉的形象 刚才我给你们说的那些这个图标 对吧 咱们搜一下刚才我给你们说的那个 什么云南卫视 logo 我刚才说什么七彩云南 啊什么这个孔雀看到没有 七彩然后孔雀 啊还有什么刚才你们说的什么河南 啊 卫视 哎看到没有 啊 这个我放大一个 看里面有手字母 手字母 和 男 他变形比较严重啊 然后呢 还有大象 对吧 这是不是那个象的身体 然后这是那个象的大鼻子 啊 为什么用像啊 和呢为什么用像 像不在云南那边吗 嗯 哎因为什么呀 他的这个剪这个省份的简称 是不是玉呀 啊还有什么刚才说的湖南 全是南啊 河南湖南云南的 好云南 啊我们现在叫他芒果台哈 因为他这个颜色比较像芒果 哎 然后呢他有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 我画的这个轮廓呢 啊他的官方解释是叫胖头鱼 就是河南有鱼米之香 他用了鱼和这个 米哈 那米在哪呢 米就是中间这个楼空的地方 这叫正负型 我之前给你们讲过正负型啊 就有正型有负型 有负型 两个空间呢 他有两部分内容 啊 啊 然后再来看一几个这个城市楼座哈 首先这个来重庆 重庆 它体现了什么呢 这是这个图形你们能看到什么出来 看到什么出来 双重 双重 对 哎 两个嘛 所以他是虫啊 对吧 里面还有庆这个字 而且像两个小人 啊 张开怀抱 对吧 热情 这个这个什么迎接 或者什么接纳 各地来我们这玩旅游 还有火锅 我觉得这个地方他有点像那个火焰的感觉 对吧 啊 就他的一些特色 地域特色嘛 然后呢 城市 这个城都这个城市 能看到什么 哎 这个好 有点抽象吗 我觉得还挺明显的吧 熊猫啊 对吧 黑色的耳朵 啊 这胳膊腿都是黑的 然后呢 镂空的地方就白色的地方 是不是你能通过视觉的这种延展 把它哎 自觉 呃这个把它丰满起来呀 对吧 熊猫哈 那成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咱们的国宝 啊 然后呢 杭州 杭州就更明显了 他利用了这个杭州的这个杭字嘛 啊 然后呢 还有什么吊脚楼啊 这种拱形门呢 还有这种船呢 哎 都是 还福字 哪有福字啊 啊 这个哇嘎嘎 嗯这没有福字啊 这是杭字 杭州的行 还像天鹅 这没有天鹅 啊 短桥 啊 啊 这个呢是关于我们从地域文化出来 你们可以想象自己的城市 球是圆的庆 球是圆 你在说哪 这都已经说完杭州了 你还在说庆吗 啊 反正有点长啊 啊 然后呢 再来说一下几何手法 啊 根据平面设计的这种形态构成哈 它的原理出发呢 将图形的啊 这种设计呢 表现成啊 表现形式啊 竖立成几何图形 该手法呢 用于多种后期应用啊 然后呢 且远距离呢 会识别比较高一点 什么意思 什么叫哎 手法能适用于多种工艺啊 然后呢 而且远观呢 它会比较的明确一点 这种图形logo哈 就是它里面什么包含各种三角啊 圆呢 矩形啊 这种常见的这种图形logo啊 基本就是举行圆啊 三角去拼合而来的 这种形式它的轮廓是非常清晰的 你做一个啊 这个这个门头 对吧 做个拉丝不锈钢啊 做个亚克力啊 做个金属的或其他材质的 那你这些明确的啊 边缘是可以好去切割这些形状的 那如果像这个重庆的庆熊猫的这种形式 那你这些非白对吧 你这些有的地方亮 有的地方暗对吧 有的地方有细节 有的地方没细节 后工艺是实现不了的 很难去实现 能实现就是比较难 你的这个工期呀 你的费用呀 肯定要比它要高很多 所以我们在做logo的时候 要考虑它的后期应用 是不是 第一个呢 能看到什么 这黄色就很乍眼 黄色结合了这个形状 感觉像个小蜜蜂 然后看到这个整个圆 是不是像一个面膜啊 我猜啊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牌 我猜啊 它有可能是这个 里面面膜的里面 含有蜂蜜的这个成分 对吧 然后呢像这个两个D 对吧 穿插的这种形状 D其实就是文字的一个 它也是文字的结合哈 然后做这种穿插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清晰的这种边缘 对吧 像这个奔驰的logo 是不是就是三角 圆 然后呢还就是正负形 刚才我在跟你们说 哪个图形呢 那个鱼米之乡的时候 云南 不是 虎南logo 它是不是用了正负形啊 来看一下这几个图形 这个是企鹅 企鹅 哪有正负形 本身它这个黑色的区域 是不是它的正形 就是我们看到的部分 是它的正形 它肚子这块 镂空的这块 它又做了一个小企鹅 两个企鹅 对吧 正形有一个 然后负形还有一个 大家看这个face face正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face 这个英文字母 然后脸是不是在负形空间里面 它通过把这个f和a呢 部分笔画做了这种切割也好 或者镂空这种处理也好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人物的面部 对吧 然后还有这种manfish 这个小猫和小鱼 这个猫在怀抱的那个 它在这个胳膊 胳膊之间是一个负形 然后呢 加了一个点 就成了一个小鱼 这个小猫在抱着一只小鱼 还下一秒就把它吃掉 是吧 然后呢像这个动物园的一个logo 动物园是整体来看是一只大象 但是再来看负形空间的地方 它有什么 对吧 它的这个鼻子和腿之间 这是不是有个长颈鹿 对吧 两条腿之间 它这是不是有个犀牛 所以 负形空间 也是 就是正负形的这种手法 也是呢我们做logo里面 非常非常常用的这种创意手法 好玩 有意思 之前呢在第一节课 是第一节课 还是第二节课 咱们说那个GBL那只海报 还记不记得 后边是这个谁 特朗普和金三胖在那吵架 拿着核武器在那争吵 前面是一个悠然自自 戴着耳机的小哥哥 那个耳机 它不是真实的耳机 它就是一个轮廓 对吧 一个负空间 那个也是正负形 所以正负形它不一定 非用到logo里面 对吧 海报形式 插画啊 或者其他型的都可以 啊 这不就是我非常常见的一种 而且他做出来是比较出效果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种徽章手法的 徽章呢一般的是这种租 组织机构啊 或者是学校高校 会用到这种徽章 一般的你说一个餐厅做徽章 它不太合适吧 卖衣服做徽章 它不太合适吧 所以这个属性呢是比较 这个有限制的 像一些学校啊 或者说什么就各种俱乐部啊 对吧啊 什么巴萨黄马呀 什么NBA 他们都会用到这种图标 这种这种徽标哈 来看一下 这个是哪个大学 哪个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它里边是不是有三个人呢 对吧 叫三人承重 你们可以去搜啊 咱们搜一下这个 中国人民大学 它的logo寓意 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吧 人大logo 但是有恶搞啊 但是有恶搞啊 这个确实我觉得有点过了 预议吧 你看他的解释 其中三个人分别寓意 人民 人民人本 人文 人民大学 以人为本的精神 以人为主的特色 三人并列 又很隐含 三人行逼 我是烟啊 三人承重 携手劳作 共同并行等等等等 我就不一一念了哈 你们就可以搜尤其是这种大学类的啊 基本上每个logo都会这个 呃呃 就怎么说 嗯他的预议还是比较全 就你就很轻松能找到哈 对 第二个是北大 然后咱们我就不搜北大 来看看你们能从北大里看到什么吧 北大里是不是也能看到三个人呢 对吧 哎这是不是一个人 这是不是一个人 这下边是不是一个人 对吧 那同理他也有三人承重 三人行逼 哎 还有个北 上面是不是北 谁 这 对吧 这是不是大 文字设计 你们 我在问你们 你们知道北大里的我谁设计的吗 大家都认识这个人 知道吗 这个质检员同学 对啊 这个学习快乐同学第一个答对的啊 鲁迅 你们那些说什么黄海马云的你们就是搞笑来的吧 还是来气我的 啊 是鲁迅先生啊 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北大还有什么 这个像不像脊柱的这个结构 脊柱 国家的动量 也可以这样去解释 他为什么用这个结构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鲁迅先生他原来是学医的 是吧 他是七一从文的 啊后来他就写文章的啊 所以他对这个人体结构也是比较了解的啊 那有这种脊梁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要学知识 看了这些年代啊 对 这些年代确实很好看啊 然后呢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就是我随便找的一个徽章的哈 不一定非是高校对吧 你这种机构组织啊 现在好多这种酒类的 也会用到这种形式的啊 这什么麦搜啊 对吧 这种斯带啊 这就一看就很欧美啊 或者很这个这个东方西方的那种感觉 啊这就回章的 如果你们做一个或者偏男性产品的也可以用哈 像刚才说的啊 这个什么酒类啊啊 什么这个胡刀刮胡刀之类的啊 也可以用哈 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种立体手法 几点 49那正好我们说完这个我们就休息 好吧 来看一下立体手法 立体手法的这种设计手法呢啊 是一种平面的表达立体空间的效果 我们总是说平面设计平面设计 我们logo也属于平面设计哈 但是呢 我们啊有的时候为了体现这种立体层次空间呢 去做这种形式的哈 这个稍微有点老了 就是不符合现在的这种审美关系哈 他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平这个叫什么扁平化 来你们看一下手机的这个界面 呃应该苹果是从几开始啊 是从5开始吧 他的这个手机的就图标哈 都是从原来的那种立体的变为平面化了 你们有没有这个过渡啊 就是在4的时候 我的第一部iPhone手机就是4 那个时候的图标呢 是非常非常的啊 怎么说呢 真实的啊 然后结构非常的复杂 你再来看4的那个图标 那个相机和现在我现在用的12 1213号都一样 你们看一下那个图标 相机那个图标就非常简单了 扁平化了 啊这个也是现在的这种流行趋势啊 就是扁平化但是架不住 他有一些甲方的就喜欢立体的 对吧 我就喜欢这种金属质感光泽质感 非常强烈的 但这种呢做出来有可能就觉得 哎这个设计师很厉害 他把这种质感做的非常好 但是后工艺比较难实现 我要想去做出这种效果的 它的一个 就是金属质感 你有什么材质 塑料的好像不太好 金属的好像也不太好 你金属怎么做出这种颜色啊 啊这种光感 对吧 比较难 你包括这种 如果你要做一个logo的话 你还要做什么 做镂空 镂空里面你还要这个上 还要上漆 漆呢还要做渐变 啊你包括这种logo对吧 他的每个面啊 他这种高光 他的阴影 你有什么材质好实现 如果单靠喷气的话 其实不太好这个制作出来的 后工艺他比较难实现的哈 这就是咱们今天呢说的十一种手法 先不用把每一种手法呢 都把它做出来啊 我今天就想一想 我今天用一个什么 啊具象的手法 哎我思考两天 我做一个出来 今天呢我再想一个什么 呃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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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的 对吧哎我想两天我我做一个出来 每一种手法不强就你们一节课两节课 就完全学会他 最起码你要去动动脑思考一下 哪怕是手绘先不始量化 你越不思考越不看越不去做 那么这些手法你都是不会的 好同学呢有一些正着现在有老师有学管 哎呀老师我接了个兼职让我做个logo 你给我看看吧 我没想法你给我想想吧 你为什么没有想法 你首先说你想没想 老师我想了我就是想不出来 这个其实等于你就是没有想 你哪怕你想一个最差的最刺的 你也得想想吧 对吧你哪怕能守护你这个汇出来吧 如果你把你指望着什么的老师给你想 哎呦对可以这么想 哦可以那么想 一定要学会自主去思考 哪怕是错的哪怕是不对的 哪怕是非常混乱的 也要去实现一下 要不然永远迈不过那一步 你总觉得哎反正有学管有老师 我说我就可以去问对吧 问完哎呀我醍醐观点我懂了 你总得迈出那一步吧 那等于那天你毕业了对吧 没有老师了没有学管了 你找谁问 那你 你就只能去抄了对吧 我去搜一搜 哎呀同类竞品的logo 找什么样子 不行呢 好吧先思考 先不用实现先思考 让你的大脑还动起来 好现在呢是53 那我们休息到整八点吧 好吧 我们就开始试操了 不退不退吧 好该去洗手间的去洗手间 该这个歇会的歇会 该堂会的堂会 该喝水的喝水 等下要是准备的 我需要吃更多的 你的是什么 有一点 可以用传统一克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要不要把大鹏的logo做一下 但是做之前我想让你们思考 就是我们怎么去想这个logo 为什么它做这个样子 可不可以啊 我一边问 你们就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 然后咱们再把它实现出来 其实你看似它很简单 但里面其实包含的一些 这个内容还是很多的 其实思考这个过程很重要 为什么要这样想 为什么我这么想就不对 我就是根据你的这个提问 对吧 我都挺符合你的这个想法的 为什么就不能用它呢 为什么就用了它呢 复制两个以上的画布 只能一个个的复制吗 复制两个以上 画布的话你可以选中两个画布啊 用你的那个画板工具 选中一个 按住shave的键 加选一个 你复制出来不就两吗 你复制三个不就是复制出来撒吗 你要一下加多少 你干嘛就不新建一个文件呢 你新建一个多个画布的 你再把你原来那个文件里面的全部选中 粘贴过去呗 现在加大方是不是应该结合一下大观展池 我们下期再见 做产品画色必须AI 没有人用PS做画色 当然也有 但是它不会AI 你用PS做AI那费死老劲了 你如果用PS做一个画册 用了三天 那你AI一天就能做完 就同样的体量 电子版的画册 电子版的画册 跟你PSAI没关系 电子版的画册 一般就是你导出了PDF之后 上传到某个网站后台 它会自动生成电子这个画册 前提都是要用软件实现出来 你才能做电子黄测的 现在觉得AIVPS好用 好 我成功了 你得看在什么样的方向 你要修图的话 那肯定PS给我 AI什么都修不了 我未图连裁个切剪 剪个图 这个处理颜色都处理不了 对吧 那就太鸡肋了 那你要是排版的话 那肯定是AI有事 你做图形做logo 那必须要用AI 你要做包装 PS做不了包装 但是包装我们是配两者结合的 AI我们做磨切板 PS我们做画面 因为AI做磨切板是必须矢量 然后PS的话 它俩要做画面 做个插画 就非常有用事了 ID 萌版是自带的 你把图片放进去 它自带萌版 你要啥快捷键呢 你图片进去就有萌版 你上没上ID课 我们开始下半节课 然后我们先来把这个大鹏的logo来分析分析 做不是重点是分析 就是你做之后的所有的logo设计 都从这几个方面去实现它 那我们先来从哪些角度出发呢 我能先写几个字 就是问问你们的问题 一到敲字我就很头疼了 我先把它放大一点 先改个字啊 改个颜色呀啥的 好 那首先我来问你们个问题啊 大鹏是做什么的 做什么的 这个很简单吧 说什么的 你们说 我来写 按住视频线没反应 啥没反应 你要干嘛呀 没反应 哎 这个设计班 吸水长流 什么 教培 对不对 我的中文又不在了 网络课程 教学 其实你们说 课程啊 教培呀 还有这个教学呀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统称为什么 教育行业 就是它的一个行业特点嘛 对不对 教育行业 教育行业 对吧 好 那第一条呢 我们就分析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 哎哎哎 我想把它拿远一点 然后第二个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它是什么样的教育行业 什么样的 就是上课行日吧 就是怎么说呢 收课方式 线上 哎 非常好 好 线上 还有什么 网络 这不也是线上吗 还能想到什么 我们是不是直播的形式 对吧 直播 哎 因为它也是属于先生 啊 这是我的收课方式 我们不是线下一对一的那种 或一对多的那种班集体的 啊 我一个人啊 在公屏上在这问 你们在这回答我 对吧 我们在交流 然后一边讲 然后大家一起学 好 这个呢 是我的收课方式 就大庞的收课方式 好 我们想去把 不太具象的 抽象的概念 把它符号化 那我要是去画 我这个logo的话啊 我怎么体现教育 我怎么体现先生 怎么体现网络 怎么体现直播 咱们是不是可以抽取关键字 对吧 我们把这个教育呢 给它提炼出来 那教育 你会想到 什么具象化的东西 哎 告诉我 这就是大鹏的一个特点 特点要为提炼 说这么多关键词 那这些关键词 能让你想到什么 哎 加油 坑坑说书本 好 还有什么 教师 具象的人 知识 你看知识又不对了 具象化的东西 你知识怎么 你具象化得了吗 知识我用什么表达 哎 问答 你看你们现在说的 问答 他也不是具象化 你要看得到 摸得着这个东西 黑板 对 这就是具象化的 什么学校 粉笔 嗯 还有什么 还有吗 文字啊 文字你怎么体现 符号 刻桌 好 咱们可以收了 我现在能想象出来 你们想的就是 咱们在教室里面 看到这些东西 对吧 什么铅笔呀 啊 还教编 我拿过教编 抽打过你们 对 但是我有 我有这个什么 这种教编 对吧 这叫我就管 这叫教编 啊 我们从教育 能想到了 这非常多的 一样具象化的东西 对吧 看见摸得着它 然后呢 我们再来想一下 关于线上呀 网络这些词 我们能想到 什么具象化的东西 想一想 PPT 那你在logo里 画一个PPT出来 你PPT怎么画 电脑 还有什么 麦克风 WiFi符号 WiFi呗 主标 你看啊 你们说的这些东西 都非常的快速 但是不一定对 好 还是什么视频主播 我就不写了吧 啊 好 大家想了这么多东西 咱们来分析分析啊 如果我要做一个大鹏的logo 我要去在我的这个logo里面 我画一个教师 我画一本书 我画一个黑板 画学校 画粉笔 画课桌 你们来回答我 咱们上了这么长时间的课了 对吧 都一个月了 你们用过书本 用过了 这个不算啊 这是人了 用过黑板 用过学校 用过粉笔 用过课桌吗 用过吗 老师老师 我今天我这个翻书了 老师讲什么第几页啊 第几章 然后呢 老师在粉笔上去写 写这个 用粉笔写字了 啊 我这个在学校的课桌里边 没有吧 你们说的这些教育 全部是线下教育 跟线上一点关系没有 所以你们这个思考方向 它就是错的 那你如果把课桌 把书本 把黑板 放在你的logo里边 跟大鹏教育 它没有关系 对吧 这个时候你们就能发现问题 哦 原来我思考角度是错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不能 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就不能做这些东西 那有同事说 老师那我能 线上直播 我可以想到什么 电脑啊 麦克风啊 什么WiFi呀 如果你画一台电脑 你画一个鼠标 我还以为你是卖什么 这个什么笔记本啊 卖鼠标的 画个WiFi笔号 人家以为你是卖什么 卖那个叫路由器的呢 平台 平台怎么画 符号 刚才你们说的是符号画 我就还拿咱们的这个线上网络啊 就是我们这个教科方式的一些优势 我现在在一直在问你们问题 你们一直在回答我 我们在干嘛呀 嗯 我们一来一去 一来一去 我们在干嘛 我们是不是在交流 对吧 我们是不是在沟通 对在互动 对吧 这个是作为线上直播的形式 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那如果你们去听这个录播客 不是这种直播形式的 是不是很枯燥 你们发现有没有听回放的时候 特别难受 哎呀 这个好漫长啊 三小时 咱们第一节课上了 快三小时 对吧 但是听直播感觉 哎呦 三小时一晃就过去了 我有的时候 就连三小时都讲不完 就是直播更加有这种 怎么说呢 那甚至你倍速啊 你就听回放的时候 倍速你都觉得很难 就是因为没有交流 没有沟通 一直在那听 在那等 交流两个字打不了呀 没事 可以打拼音 是不是 那所以我们大鹏logo里边 就体现了这个直播状态 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就是体现它的交流和沟通 对吧 看到刚才给你们说的 那个地里边 它利用了一个 这种气泡的形式 对吧 两个点点 然后还有 咱们刚才所说的手字母 我刚才就是logo的时候 是不是利用了手字母啊 哎 手字母 还有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手字母的D 看一下内部的这个 对话框 它是不是P呀 大鹏的手字母 就是D和P 而且它把P呢 做成了一个对话框 就是我们要体现交流 体现互动 是不是 还有正负型 手字母 还有体现我们的交流 体现线上平台的优势 对吧 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呢 融合到这个小小图形里边 好 那么咱们把它实现化啊 就是怎么做着这个logo 对吧 这个点为什么 点成这个样子 这个角度怎么去计算的 对吧 简直器啊 有的时候我这个说的 说的一些事儿 是不是说 老师你是不是在我家安心空空了 我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看 这分析的时候 我还没有全部敲下来 你们自己思考的过程中 也是这样去思考的 首先想人家这个行业 它是干嘛的 对吧 或者这个行业的特点是什么 其实这个收割方式就是特点嘛 对吧 把它都列举出来 你想很多的关键词把它列举出来 然后提炼关键词呢 去想到一个具象化的东西 思路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再利用我们学习软件 对吧 用这些工具啊 钢笔啊 矩形啊 什么这些去实现出来 这个过程 要比我们学工具要重要的多的多 工具你学会了 都能用 对吧 思路学不会 你这个logo就实现不了 你像刚才说的手字母 一般都是甲方给你的需求 甲方说 我这个logo里要有手字母 我都不愿意思考 人家就给你提 提这个要求 是不是 我都看撸是袖子了 把这个logo实现出来 我先把它粘 因为现在有线程呢 我就按照这个结构呢 去做 当我的大 为什么当我的大棉袄 不当我的小棉袄 我先把它锁定一下 咱们来观察一下这个logo 首先呢 它是由矩形和圆拼接而来的 圆在哪 矩形在哪 这是不是矩形 对吧 这是不是矩形 这个地方是不是矩形 然后这是不是一个圆 两个圆 这不是我们做U和B的时候 那个U的那个形式做出来的呀 对吧 里面是不是两个小圆点 两个圆点该多大 这个三角 对吧 这是还有三角 做这个P的这个负形 那这个地方它的角度 我们都去做一做哈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概的一个比例 它举行的比例关系啊 差不多是 四点多到二十二十吧 就我就按这个五比一的一个关系 就是四二四和二十五比一的关系 因为它有很多的像素格子 所以它不是很精准 我就按五比一好不好 那五比一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创建 是五比一吧 创建一个矩形 来单击画面 我们把它的这个宽呢 设置成多少 设置成十 那我们把高那儿 就给它设置成五十 咱们标准画一点啊 好 咱们拿到工区来做 然后把它转成描边 然后呢 把描边改成黑色 选中它 我们复制一个 然后呢 按住shift键 给它旋转成90度啊 水平的 贴好 你可以去放大贴 这个时候 它的路径 左右两侧的路径 顶部的路径 给它对齐了 然后呢 按住out键 我们复制到下方一个 这个时候 按住out键和shift键 水平往下复制 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画 那个弧形就可以了呀 对吧 找到我们的椭圆工具 从哪个地方出发呢 我就从这个左上角啊 找到某点 看见显示某点两个字 按住shift键 画正圆 把你的鼠标呢 拖到底部矩形的最外侧 你会感受到那个 啪哒 哎 吸腹了 你就可以松手 好 先松鼠标 后松键盘 一定要注意你先松谁啊 要不然就变形了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一条弧线出来了 对吧 那还有一条呢 那这一条弧线 它该多大 这条弧线 它的宽度 是不是要和我 矩形的宽度保持一致 这样我们的这个弧度 才能和上面 它保持一致的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我那边的这条弧度呢 一定要跟上面的 这个距离是保持一致的 继续 选中我们这个大元 contract c contract f 然后呢 从底部这个锚点 按住out键 shift键 向中心缩小 好 现在是不是就能保证 我是停落在内部的 这条路径上啊 一定要感受到 吸腹就松手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弧度 适不适合 咱们 矩形的 高是保持一致的 能理解吧 那我现在是不是 D的这个轮廓 就已经出来了呀 这是外侧 然后这是内侧 对吧 用形状上映器 去切 但是呢 我在去画的过程中 我觉得这上面 有点短了 有没有发现 对吧 到这就拐弯了 但是你看一下 我们这个效果图 看见没有 它这个是不是长一点 然后再拐弯啊 所以呢 我们是可以把这两个圆呀 再往外拖一拖的 选住两个圆 按住shift键往外拖 但是你拖到哪呢 你说我是拖到这儿 我是拖到这儿 不确定 对吧 你可以先试一下 我拖到这个 就是把大圆的弧度呢 贴到咱们这个矩形的内部上去 再来框一下 在这拐弯 我就感觉又稍微有点长了 就是地的这一笔 那又有点长了 那我可以再回来一些 回来回到哪呢 回到 就是大圆的这个弧形啊 回到中间的这个 矩形的中心点上 就是你不管你走到哪 尽量找平衡和比例 不要瞎动 一会动多一点 一会少一点 都要找比较固定的关系 好 然后呢 地是不是就做好了呀 然后呢 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啊 咱们测量一下 它应该是50度差不多 看到没有 这是52吧 5253的样子 然后就精确给到它50度啊 因为有这个像素格子 所以它我量的肯定是不精准的 咱们就给个精准的 创建一个50度的 直线段 好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P 这个位置上 但是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个圆 因为我们需要在这 创建一个角度 对吧 要超过它 所以用我们的小白 选中它 不要拐弯啊 你看 你不拐弯的时候 你能看到正向上线 你就没有偏的 啊 好 就是超过中间的小圆 中间的小圆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先把我们的 这个什么实线出来 先试一下看看 对吧 先别做那个圆点 然后呢 找到我们的形状生成器 然后呢 找到你想要的部分 咱们给它们框起来 好 把它框起来 然后把不要的部分 给它删掉 不要的删掉 是不是 外轮廓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两个点 然后我再回去啊 咱们就去做那两个点 好 你为什么不做好 就做好刚才那个合并之后 再去做点呢 因为呢 我今天要教你们 做一个尺规之图 就是让甲方看到 你这个logo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前部这些步骤 我都要保留 我要备一个份的 然后我们再来说 那个点的问题 点给放多大 在没有图的情况下 咱们是有圆稿 你可以就按照 它这个笔定 你去自己画一个 如果没有这个稿的话 这个圆该怎么画 大点小点的 最好找关系 我就拿这个圆 这个矩形的高啊 这个矩形高是多少 是不是10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 给它的一半 给它的三分之一 给它的黄金比例 给它0.618倍 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你说老师 我能不能拿这个圆去计算 给它多少多少倍 也可以 找关系 那我想找一个窄的 你这两眼 那两个点不是很小吗 所以咱们找一些窄的地方 不要找一些过大的 这个元素去撞加比例啊 好 那这钢子咱们给10 也就好计算这个比例 找到桃圆工具 单击画面 给它个6.18 就是乘以这个10乘以0.618倍吗 哎呀 6.18 18 好 哎小小的圆 然后呢 我们给它放在 哎放在哪 又是个问题了 首先我们可以先放在这个 原则中心点的位置上 肯定是在这个原则中心点 这条水平线上的 对吧 要么就靠左一点 要么就靠右一点 对吧 那么两个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找关系 先去拉一些参考线 我能给它放在哪 先放在一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以这个地方 这儿 你看到没 这个肩脚的地方 就P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垂直上了一条线 让这个圆的外面贴好 这条边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咱们这个logo 看到没有 就是它的这个边边 在这个肩脚的位置上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拉一条参考线 这个参考线 我就改改个颜色啊 因为改 改完颜色这些之后 都是被我 又要被我删掉的啊 好 找到直线盾 在这个地方出发 找到交叉点 看到没有 显示制度参考线 拖上来 好 然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圆 现在是在中心点上的啊 中心点的水平线上的 好 咱们按住shift键 你可以选择这个中心点 这样不会 这个拖不动啊 要不然你光选这个边 你可能选不好 你就选中间这个点 你就可以拖了 按住shift键 拖到这条线上 然后这边不是还得放一个吗 这个我该放在那 好 我复制出来啊 我放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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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师 我是不是应该放在 这个圆到小圆的左侧 和这个圆到小圆右侧 要保持一致啊 这种对吧 如果把这个圆 这放一条枪 我放在这 不对 对 ask time 说不对啊 那为什么不对呢 你想一想 我们最终这些现实会去掉的 你镜像 你跟谁镜像 你要镜像到哪去啊 啊 你谁被标准做镜像啊 对应该是以矩形的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我换的这个空间呢 哎 找他的一个位置关系 你看啊 这条圆到地的这一笔的右侧和这个圆到右边这一笔要保持一致 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圆到右边的位置 这个圆到这个到左边的位置 这个圆到右边的位置 看明白了吧 你这个地方你是找不到镜像关系的 找不到镜像关系啊 刚才你们所说的这个是圆的中心点呀 那个中心点是以这个小圆为中心点的 不能以它为镜像 除非你整个地的关系去做镜像 但也不一定 因为我去这个点我不一定会放 对吧 他俩并不一定在整个圆的一个镜像上 但是现在应该是在一起的啊 但是你现在你是不清楚的 那你要是利用这种方法 对吧 你这拉一条线 你再去往这对一条线 不就肯定非常精准了吗 对吧 好 咱们再拉一条线啊 依然在水平线的位置上 圆的中心点在水平线上啊 好 这咱们去换一个色 换一个色 好 然后呢 再复制过来 哎 然后这个圆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位置了 也好 这些都是参考 哎 把它删掉 对吧 现在你看这个 它是有点斜眼的啊 但是你还没有生成呢啊 然后我要备个份 把它拿走 拿走之后 选中 找到我们的形状生成器 好 把要的部分保留 哎呀 话多了 好 把不要的按住奥特件删掉 删掉 删掉 这两个呢 你可以单再点一下 它会形成两个独立的对象啊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哎 没有切换成工具 选择下我们做一个 哎 这个填充色 然后呢 去吸取一下我们这个大碰的绿色啊 哎 这个绿色不能吸着背景 这不是我们大碰绿 大碰绿的色值是多少来着 我都记不太清了 好像是75 100吧 75 然后Y是100 然后K是0 啊 这个是我们的企业色啊 啊 这个 我备份的这个是有用的哈 选中它考试下歌呢 我们编个组 找到描边属性 把它的这个虚线呢 勾选一下 然后呢 小一点 不要给12 默认12 给它个12都行啊 然后颜色可以稍微的浅一点点 灰色 然后细一点点 然后呢 我是编好组的哈 选中它 给它套回来 看到没有 这个呢叫尺规制图 尺子的尺 啊 原规的规 制作的制 啊 图片的图 尺规制图 就是让甲方看到我这个logo是怎么得来的 啊 你这个颜色因为是个白色的背景 有时候你们看不太清 我就再换个颜色吧 就换一个这个橙色 能看出来这个轮廓了吧 把它放在一边 那我们大鹏的logo就做好了 其实就是图形去切的 对吧 找一些比例关系 啊 让它精准一些 不要瞎做 一会儿这大点 那小点吧 看着来吧 尽量找比例 啊 然后现在还有时间 那我们再做一个 做一个什么呢 呃 我这提前准备了一个 我的之前的一个案例哈 然后呢 给你们敲过来 他的英文名字 然后甲方需求啊 也是想要这个手字母 手字母就是A和L 这个A 还有L 然后呢 他还想利用这个黄金 比例 黄金比例 好多甲方呀 他不懂黄金比例 但他总想让你用黄金比例 黄金比咱们第二节课 是第一节课呀 换做这个名片 是第一节课吧 是不是利用了这个黄金 举行啊 还记不记得黄金举行 你们 然后他呢 是一个印刷公司 印刷公司 然后就问他 为什么要用黄金比例吗 因为他说 印刷公司呢 对他们的这个印东西啊 或者说这些所谓的物料部分 要制作要精美 要严格 要严谨 那黄金比例 能不能完全代表 他这个形象 因为黄金比例 本身就是最美的比例关系嘛 最初谁设计的大朋友 我不知道 这就是他的一个公司属性 这甲方其实就等于 前期都已经跟咱们 沟通的很好了 他就是利用这个黄金比例 然后呢 他给了两个需求 那还有一个就是手字母 手字母 是大部分公司 会给的一些硬性要求啊 那我们先来解释三个概念哈 这个黄金比例 举行 黄金举行 然后 还有黄金圆 然后还有黄金螺旋线 他们三者的关系 黄金螺旋线 好 这三个呢 是我们在做logo里边 常用的三个黄金比例 什么是黄金举行 什么是黄金圆 什么是黄金螺旋线 然后呢 咱们搜索一下 我没有给你们准备图啊 就这一搜一大把 黄金比例 黄金分割吧 黄金分割 有可能这个 更精准一点 黄金分割 立马就出来了 黄金举行和黄金螺旋线 以及黄金圆 就这么精准 好 我缩小一点哈 首先呢 上方的这张图啊 其实跟我们画 那个反向的是一样 我们之前那个 小的举行是在这儿的 对吧 这画的有点比啊 下面是小圆 小举行 小举行 一直直往里转 他这个就是反了个方向 是一样的 那黄金举行呢 就是指这几个正方形 他们每一个举行都是 这个1比0.618倍的关系 都是彼此缩小了 0.618的 然后黄金螺旋呢 就是指在每一个举行里边 有一个四分之一圆的边长 四分之一圆 它本身这个圆多大呢 这么大个 然后呢 它切掉了四分之三 保留了四分之一 其实你就可以理解 从一个锚点 到另一个锚点的一个弧形 然后呢 这个把每一个举行里边的 螺旋四分之一圆 把它相连起来 就是成为黄金螺旋线 黄金螺旋线呢 在很多的这个设计里边啊 都会用得到 我看看有没有 你看这个没有 用黄金螺旋做的排版 然后我记得 蒙娜丽莎 遵循了黄金螺旋 她胳膊到头顶的 这个比例 头顶到下巴 下巴到鼻底 她的这些比例都是 黄金螺旋的一个规律 然后呢 还有就是 我怎么关掉了 还有第三个就是黄金圆 刚才这张图呢 来这里 这个黄金螺旋圆 黄金圆呢 就是在每个举行里面 有一个完整的圆 它不是四分之一 它是一个完整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举行的边长 是这个圆的直径 这个关系能理解吧 那这种形式呢 就会在黄金螺旋里面 提炼出来黄金圆 去做切割 用圆去切 我们看一下 像什么logo呢 像苹果呀 像 看到没有 它苹果这个logo 就是用黄金圆切出来的 把每个圆提炼出来之后 这个圆的比例 都是保持黄金比例的关系 然后呢 包括底部的弧度 每个角度 每个位置 咬一口的这个位置 都是黄金圆切的 不是任意的圆 你说我这个圆 我随便拉一个大小 我那个地方随便拉一个大小 不是 它这个圆 每个大圆都是 每个大圆的小圆的关系 都是黄金比例的 所以其实用黄金圆去切啊 限制特别高 你只能用螺旋 就是黄金矩形里边的 那个圆呢 矩形切 你不能随便 针对一个圆 放大了 缩小了 那它就不是黄金圆了 就是任意圆了 自定意圆了 然后我看还有没有 像这个 看见没有 首先呢 用了圆去切 然后呢 还遵循了黄金比例的 这个螺旋关系 包括这个 还有 我看还有没有一些 你看这个什么 电影场景啊 游戏场景啊 看到没有 你们不觉得 不要觉得说 我看这个场景 好壮观 好好好看呀 其实里边 有可能遵循了 就是黄金比例 这个就是黄金螺旋 你喜欢这个 像什么插画 画 这个都用的 你看这个猫猫 看到没 好玩吧 包括拍摄技巧 遵循那种 黄金螺旋 就觉得这个图 构图还很好看 包括logo 那我们就利用 这个黄金螺旋 和黄金矩形的 去做一个 今天因为咱们 做这个漏台 利用手字母 就不能切了 你像做这种 做小动物 小形象什么的 就可以用这种 黄金圆去切 我看看有一些 你看这个路啊 对吧 黄金切的 我记得还有一些什么 小猫小狗 还有小猫 看到这个姿势 都是用黄金圆切的 还有什么小狐狸 小小小 小动物之类的 那你看这个天鹅 为什么老师天鹅漂亮 就是天鹅的这个颈部 它也遵行了 黄金螺旋 狼 我没有看到狼 包括你看这种构图 好多电影的构图啊 都利用了这个 黄金螺旋 这是个鹦鹉吧 看到没有 这个也是用黄金圆去切的 那咱们今天做个字母 logo就不用切了 只能做黄金矩形 黄金螺旋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首字母 先把这个字提炼出来 你这个字怎么跟黄金矩形去做 这个比例关系 对不对 你这个思考的过程是很漫长的 你这要怎么去结合呀 是不是 我能把这两个字母拆一下 把它放大 找到文字 我给加粗 一般做文字logo的话 一定要宽一点点啊 这个图形呢 会更加具象化 如果你用线权比较细 它就不像个图形了 就全是线了啊 来看一下这两个字 本身呢 英文字母 它就是宽窄不一致的 对吧 你看这个A 它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宽 对吧 这个L的相对来说比较窄 它到这个结构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字母啊 我能画一个这个空间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做个这个这个切分 我这边呢 是咱们这个黄金矩大的举行 然后这边呢 是那个黄金比例的关系 这边呢 以及机器小正方形 小正方形 小正方形 一个个的 你看这个L里边 是不是就是在我们的 这个黄金矩形里边的 右半部分呀 是不是 然后这个A呢 就在黄金矩形的 这个左半部分 先把这两个字母 先框在一个大的范围内 可以吧 现在能理解 我分析到这不能理解吗 这不能理解吗 我就在这两个空间里边 找出来L字母 和这个A字母 OK了吧 那我就过哈 然后在我们做完黄金矩形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矩形里边 把螺旋线画出来 让我这个A和L呢 也找到螺旋线的一个关系 好 然后呢 咱们先画矩形啊 我锁一下吧 找到我们的矩形工具 还记得怎么画吧 是不是非常简单 先画一个正方形 你可以大一点 小一点都无所谓哈 然后呢 给它转成一个描边 好 选中它 找到我们的比例缩放工具 比例缩放哈 点击比例缩放工具之后呢 按住out键 找个中心点 其实你中心点在哪都可以 咱们只是把那个矩形做出来 就是0.6188倍的矩形做出来 你在哪都一样 只不过是我 放在这儿 我觉得看着舒服哈 然后咱们以它为 这个中心点的去缩放 好 按住out键点击 然后呢 我因为已经输过了 所以它现在是61.8 你们没有输过的话 就是100 在100的基础上 去乘以0.618嘛 对不对 好 61.8之后呢 自己去检查一下 你的这个水平和垂直 是不是一样的 这时候你的 才是一个矩形啊 如果你这个地方 两个数字不一样 它就是一个长方形啊 或是一个 这个别的这个异形哈 好 然后呢 就直接复制 一定要点复制啊 就出来一个新的嘛 再Ctrl加D 再制 我现在不知道用几个 你就可以多画几个 不用咱就扔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把第二个提炼出来 拿出来 对好 找一下这个L的空间呀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把下面给它拼合 拼合完 好 然后第三个 第四个 放在底部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其实这个 我都不知道 能不能用到到了 对吧 这里边肯定用不到 用不到了哈 然后就可以把这中间的 这几个呢 给它删了啊 这个时候 因为咱们这个是在最上方的嘛 所以有可能你会选中它 你就把它拣选掉就可以了 来选 把中间这俩的给它删了 多了就删啊 好 然后呢 咱们就画螺旋 螺旋呢 刚才讲了 就是我们整个矩形的 哎 画法了 整个矩形的一个四分之一圆 对吧 这边呢 也是四分之一圆 这边也是四分之一圆 其实有两种画法 首先 我画一个大圆 好 找到椭圆工具 好 然后呢 我从这个地方去触发 按住视频键 画画画画 我在哪松手呢 看到我中间的这条线了吗 就是洋红色的这个十字线 然后让它这个中间点 消失在大矩形的右下角 好 这个时候你 你这个也能感受出来 这个吸附哈 你在这就停了 看见没 就是这个圆的中间点 会停落在这个矩形的 右下角 那我把这条线删了 把这条线删了 对吧 就是把这个三 四分之三给它删了 是不是就保留了四分之一啊 小白 选中 多的 给它删了 这个给它删了 删了 能明白吧 但是这种呢 对于手抖的同学 有可能你就是老师 我死后也贴不到这个位置上 因为下一个我们还要去贴 还要贴到它的这个夹角上 你再去删四分之三 保留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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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个快速的方法 把这个删了啊 在我们 这个直线段工具里边 有一个呢叫弧形工具 弧形工具 好 有同学说 老师让我直接创建一个 以这个矩形为边长的 就是以它为边长为标准嘛 做一个直径的圆 可以吗 也可以 你直接贴就行了 对吧 但是你还得去建圆嘛 对吧 你单击画面 设置直径 然后就创建圆 慢吗 不是啊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弧线呢 可以从两个锚点 去给它出发 选中右下角的锚点 右下角 左下角 左下角 好 然后呢 单击鼠标 左键 不 送手 拖 拖到它的对角关系上 那这个时候出来的 就是四分之一元 这个更快速一点 利用我们直线段工具 里边的弧形工具 然后这个呢 就给它换个方向 从这个地方给它出发 左下角 右下角 已经分不了左右 翻了 我这个有没有起错地方 显示毛点两个字 你就放心就好了 好 然后呢 单击鼠标 左键 不松手 到它的左上角 然后下一个 你可以先画 刚才方向反不反 如果从这起比 不是反了吗 对吧 就从这起比 好 对好毛点 为啥换 因为你那么话不对呀 对吧 我哪知道为什么换呢 你不换的话 你从这个地方出发的 就是反的 你给它换回来吧 你纠结这干嘛 这边呢 咱们从这边出发 好 这个呢 咱们从这出发 一会就反的 对吧 它就反了 有些同学啊 总想研究 这个软件的 后台原理问题 老师 它为什么 做完这个样 是这个样子 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咱开发软件去吧 是不是 螺旋线就画出来了 然后呢 不要忘了 我们要在这个空间里面 找谁呀 找A和L 先看一看 这个螺旋线 这个弧度 是不是就是A的 这一笔 对吧 那我这边 再给它下了一笔 这不有直线吗 我就当这给它下了一笔 这是不是就是A 我中间再加一横 哎 出来了 对吧 这个弧形肯定要有一定的厚度 对吧 不能用线条 给它加个厚度 对吧 中间给它加个厚度 然后L 这儿我给它连一笔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L L这儿给它上来 这个L 像不像衬线体的L 什么是衬线体 什么是衬线体 我刚才这个示意的这个文字 用的是四元黑 对不对 咱们给它换个四元送试试 四元送的这种L 它的这个起点和落点 是不是有一些装饰性的这种 尖角啊 什么的 找找 四元送 来 看到没有 这个结构 像不像我们螺旋的这个位置 把它放过来 给它变点形 像不像 那其实我只需要在我们的这个 第二部分 这儿加一条线 就出来了 是不是 是不是 设计非常的有意思 找嘛 找关系 但是现在我们要去实现出来 这个L给它补完整 A给它补完整 先补 补完了 我们再去这个生成嘛 然后先把L补出来吧 它就差一笔 那么找到直线段工具 好 沿着我们的这个位置 给它按住shift键 推置到上方的嘛 这个路径上 好 我的秒边没有效果 吸取一下属性 然后A呢 A这个地方 咱们刚才说 这儿作为一个弧形的一笔 这儿呢 做竖像的一笔 它是不是要这个宽度 跟L的宽度保持一致啊 对吧 我们做的是艺术加工 如果你完全按照自库字的话 你就去用自库字 做logo就行了 对吧 拽点宽点 我们本来就是做变形啊 就是图像画呀 它不是我们正常的一种书写手法 就是要图形画 而且我要遵循黄金比例的 好 如果L这么宽的话 那我A的这一笔 是不是也同样跟它等宽呀 我不共用 我不共用 我就是拆着做 共用的话呢 我这A只需要做这个弧形 对吧 我这连起来 就可以了 但这弧 它就不是黄金比例了 你这个A 在这个范围内呢 对吧 这还是黄金比例吗 我要的A是在这个矩形的范围内呀 对不对 是不是 有的时候共用的可以用 但不一定能用 根据你的这个需求 我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里边做呢 然后能把这个矩形插出来 这个矩形是不是跟我们这个L的宽度保持一致 然后把它直接复制过来 按住out键 拿过来 然后给它推上去 好 A的竖向的这一笔 是不是就和L这笔保持一致了 那底部还有一笔呢 那我直接就选中我们的这个矩形啊 再给它复制过来一个 然后继续给它拖到最左侧 好 A的横向一笔和竖向一笔 我先做到这 还有弧形 我弧形怎么保持它的宽度和横向竖向保持一致 因为做横向竖向很好做 对吧 拿矩形拖就行了 但是弧形这个做法就比较难了 我们刚才做横向一笔 竖向笔 是不是都是以这个矩形为参考做的呀 那我同样把它拿出来 复制一个拿出来 我以它为参考去做一个弧形 好 放在哪呢 放在这个A和L的中间的位置上 看到没有 我放在这了 为什么放在这呢 刚才我是不是讲过这个 它呢是四分之一圆 它应该是这么大的 对吧 那我如果在这个位置上 我再去画一个小圆 是不是这个宽度就跟我L的宽度保持一致了 我讲的这一块能明白的敲一 我这个矩形放在这作为一个参考的用法 的用途 理解的敲一 好没问题哈 那没问题之后呢 我要怎么换一个这个圆 跟我刚才这个四分之一的弧度要保持同心圆呢 刚才我在做弧形的时候 我做了两种手法 第一种手法 我是不是建立了一个大圆 让它的这个中心点和我圆角 和这个矩形 它的中心点 就是右下角 保持一致的 对不对 是在这个位置上的 那我现在做 我是不是在换一个圆 依然以它为中心点 去放大 我放大大四周 就是和刚才这个四分之一圆是同比例的 对不对 好 找到我们的椭圆工具 以 脚点 就是矩形的这个右下角啊 以它为起点 按住out键 shift键 向四周扩下 把你的鼠标放在矩形的位置上 看到找到路径 啪哒一吸 松手 现在这个圆 是不是就跟我四分之一的这个弧形 是同心圆 理解了吧 那这个弧形 就是我想要的 而且它和我的矩形是保持一致的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矩形呢 给它删掉啦 参考 注意过河拆桥 有没有还用 因为你现在没有矩形参考了嘛 你就没法做那个弧形了 没法用咱们的弧形工具了 好 那现在这个呢 我要保留 我要备份 给它拿走 因为我要做尺规用 先给它 Ctrl加歌 编个组 选中我们的整体 我在做的过程中呢 刚才有同学 老师为什么不用A和这个L做共用呢 其实我现在在做过程中 我还可以想用一个正负形 我把A做一个负形 我这儿是不要的 就A这块是不要的 是负形 我要这一块 多的 多的这一块 这块我是要的 这块是要的 然后这儿我是不要的 这儿是不要的 这底部也是不要的 做一个负形空间 然后L呢 我做一个正形 咱们试一下 找到形状生存器 然后把要的部分 先做L吧 L好找 L是不要这儿啊 是不要这儿啊 对吧 不要这里啊 对吧 不要这里 外侧这都不要的 然后我A如果做负形的话 是按住out键把它删除的 删删删 这些的多余的给它删 多余给它删 然后这块我是要的 给它保留起来 这块呢 我是要的 中间这个 你给它单击一下 来 这儿多了一个小细节 这儿给它删了 这儿 这块 看到没有 放大看 这块不要啊 按住out键 我只要底部 这个小尖尖 选中 我们转为填色 能不能看到 A和L 正形的 负形的 然后正形的 而且我是为了 大面积的保留 我们的这个黄金矩形在 以及黄金螺旋线在 如果你A也做正 你L也做正的话 这个地方 两坨黑 就是两个矩形都是黑的 看明白了吗 然后现在就给 因为假方没有给颜色嘛 咱们可以按照咱们的想法呢 给这个颜色啊 给个什么绿色呀 对吧 给个什么蓝色呀 都可以 我就给个蓝的吧 蓝的有偏科技一点 因为印刷呢 它也要有科技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再把我们的这个 尺规 考人家哥给它编个组 去取一下我们的这个尺规的属性 表边属性哈 然后给它拿上来 对好路径 好 那假方就会知道 哦 你这个logo是在黄金矩形和黄圈螺旋里边 创建出来的 好玩吧 这个就是利用了黄金分割的方式呢 去做了一个字母logo 弧形两端 各拉矩形 端点 是不是可以把弧形连起来 什么意思 这个我觉得有点 我思考有点慢啊 但是读不太懂 logo就是得多做 多看 多想 你就是说 如果我通过两个小时 我做一个这么复杂的logo 不可能的 谁也实现不出来 就是假方给的这需求 人家要了黄金比例 要了守字母 那我们思考过程 先把黄金比例给它画出来呗 画出里边就找字呗 找字我们再去做一些创意手法 用正方形呗 其实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我们把它拿到一边 两个logo就做出来了 甚至你可以 这个时候整体做起来 也不影响比例关系啊 为了和这个大鹏 做一个平衡 我们给假方提供的时候 你还可以 把这个logo 带给它提炼出来 我logo有没有 正好 我拣选掉尺规 按住奥特权 复制出来一个 就是成品logo 然后再一个加尺规的logo 这个也一样 剪掉尺规 复制出来 这个给假方提供的时候 让它看整套 思考一想 然后呢 现在是45 我觉得我还能做一个 这下边我们就做一个片 怎么说呢 片细心一点的吧 这人像logo 刚才我们说 什么老干妈呀 李先生啊 什么王守义呀 对吧 这种logo 怎么做 你们可以拿自己的照片 或者你们喜欢的偶像啊 你的亲人啊 你的家人 这个家人啊 的照片 去做 好吧 但是做这种人像logo呢 就有点这个什么 耐心程度了 要一点点的把细节勾出来 我呢 提前找了一张照片啊 找了个黑白照片 黑白照片 好须看它的这个光影关系啊 我找了一个奥德里河本 我的图像呢 在这里 找了一个这个美女小姐姐 然后呢 我按照它的这个轮廓呢 做一个人像logo 你们可以用你们任意想要的照片 但是前提呢 给它转一下黑白 这怎么去色吧 控制是比较幼哈 那你去色的时候呢 注意 再可以加强一下对比啊 然后你可以 好好分 你这画面中的 黑白灰的关系 我一般做人像哈 就是两个眼 就做黑白 灰都不要 你先把轮廓做出来啊 好吧 彩色不彩色 你彩色你做叉画去了 咱们现在做logo logo就得去做减法 你说老师 我要把他这个什么 拳鼓啊 什么这个 就这么眼带呀 对吧 笔底细节 全给他做出来的话啊 你要做后工艺 你怎么 你们去看一下 那个王手艺啊 看一下那个什么 李先生这种logo 全是黑白色的 然后现在来说一下 关于去完色之后 给他加强对比关系 就是为了更好的 找到我们这个色块 你看这块啊 我先剪到的勾一下 看这块 就是全部是黑色的 你看我框的这些 白的我就把它留出来 白的我不画 我只画黑的 然后眉毛是不是黑的 对吧 眼睛是不是黑的 然后这边眼睛 这边的眉毛 包括你看找最黑的 这种地方是不是黑的 嘴巴他因为涂的口红啊 所以是黑白会 黑白色之后呢 就是黑的 然后包括耳朵的这身轮廓 耳环的这些阴影 这种小的头发 包括领子和脖子 之间这个细节 就我用绿线勾出来的 这些部分 你全部画出来 我跟你们说啊 非常有成就感 做出来这种logo啊 咱们试试 我可爱做这种logo了 这种其实就是 怎么说呢 叫硬嘛 大呀 哎哎哎哎我的图片嘞 好拿过来 去色加强对比你们会吧 不用我教你们了吧 看啊大小差不多 好看人家二先锁定一下 然后呢 我给他加一个描边啊 这样你们勾的时候 你们看会比较清 细一点吧 找到钢笔 然后从哪出发呢 从这个地方吧 你看这种深灰色 这算真的算浅的 那算我算浅的吧 那像这种浅灰色 我就忽略了我当白色用 那像哪些呢 你像这些地方对吧 这种偏深一点的灰 我就当黑色用啊 尽量只要两个色块 啊 然后就从这出发了 这块不要的啊 从这出发 好像这些细节都不用管的 你就直接勾 线条越简单 后工医也好实现啊 你线条越复杂 你后工医也不好实现 但是也不能太多啊 就是没有 没有任何细节 像这种地方 把稍微给它来一点 其实这个就像扣图一样 像这种地方 这个就可以直接进来了 到这儿拐弯 弧度小一点 来进来 打断 小刘海 打断 这种小缝都给它留出来 看这也是偏细节了吧 再过来 然后打断 像这个地方啊 如果咱们时间这个够的话 像这种小的毛刺 我都给它画出来 就这种小刺刺都画了 让这个细节更多一点 但是时间的关系吗 我就不画特别多的细节了 就给它留几个 就可以了 像这种工作呢 就我说我不知道 该跟你们聊什么 它很枯燥 哎呀 好 脸上 手绘 偏手绘呗 这个算是钢笔啊 这个叫什么来着 欧线 你们基础学钢笔都有什么案例啊 我之前我讲基础的时候 是扣一个波罗 我不知道现在的案例改没改啊 这种地方可以再给它 优化一下 扣的蜥蜴 青蛙 两头大虾 你们这 内容够多呀 然后我虽然在耳朵这 但其实我够的是头发啊 我只要黑的 白的我不要 拐出来 我够黑的 我还勾过世界地图呢 说到世界地图 我还会 就上高中那会儿啊 我都能默化世界地图 各大洲啊 各大洋啊 然后还有什么中国地图 各个省会 我都能默 就是 默化 出来 我这个上高中的第一个可好了 现在都不行了 你们要练钢笔的话 找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 像什么珊瑚 扣一些啊 其实扣头发丝这个东西 他反正练不了钢笔 因为头发丝不能用钢笔去扣 只能用通道啊 你们呢就用用什么 这种结构上比较比 就像地图一样啊 你扣各大洲啊 你扣各大洋啊 各个省份的 你看这些细节 放大缩小看一下啊 该保留就保留 不该保留就给它都忽略掉 四捨五入了就 那这个就 我就直接四捨五入了 好 然后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拐进来了 那其实这个就是头发的高光吧 你留白了 就当是高光就有了 好 这儿我们就进来 那这个地方细节会比较多一点啊 这种点就可以了 有弧线的地方 给它加点弧线 我们高中的那个地理老师可喜欢我了 每次就是地理考试的时候 都是前几名 但是其实我整体学习不是特别好啊 就是 独重地理 那现在也就那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喜欢地理 好 我给你们讲过 我上高中的时候 故事 我在同学的衣服上 画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的 这个笑话吗 我因为我讲太多次了 我就老怕我讲混了 被校主任 登办公室一顿批评 没讲过呀 那正好咱们现在就是钢笔勾线 也没什么重点 那我就给你们讲讲这个故事 上高中的时候呢 就是会一点小手绘 然后 我这个地图不是画的很好吗 有一些同学就想画校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高中初中的时候 画校服的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一些风俗习惯哈 当时我们学校就流行过一阵 在校服上画什么漫画啊 画什么这个时候 或者写一些好看的这个字啊之类的哈 有吗 有办啊 基本都有哈 然后呢 我就是我的同学有一个特别想画一个中国地图 然后也有想画世界地图和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让我给画 好 我就同意了呀 然后我就给人画画完之后呢 就哎 怎么说呢 班里就天天找我画各种画 什么海贼王啊 呃 这个什么什么各种动漫啊 有一次模拟考试啊 考到地理了 然后呢 被抓包了 然后地理老师 那个健康老师说 说后派人抄袭 抄袭我给画这个地图的那个学生的衣服 就是他衣服上不是有地图吗 然后就就把它弄走了 就说是谁给你画的 为什么要画 然后就说是谁谁画的 然后就把我这个带到这个教导处了 啊 一顿批评说这个太严重了 怎么怎么样啊 哈哈 就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就让他们全部洗掉 但是我又是用这个油水笔洗的 是画的 他洗不掉 跟学生被老师批评呀 被这个也没有特别严重啊 但是我觉得老师是有点这种 有点自豪 也不是自豪就很开心 然后呢 还就是说不要这样了 对不对 我知道你们是就这个怎么怎么样啊 但是呢 不是为了抄袭怎么怎么样啊 但是万一呢 那涉及到一些省份的这个啥 对吧 一些这个作业 不是作业 这个题啊 什么有这个能找到答案之类的啊 其实也涉及不到 我觉得是没有涉及到的 但是学校呢 他就事多嘛 然后自来之后呢 就什么都不能画了 就是连动脉也不能画了 然后是要发现谁在校困 这不是乱图乱画吗 就要发钱啊 或者警告啊之类的 班主任也不允许了 哎 我的头发快画完了吧 我这头发 我觉得我今天给你们画的细节 有点多 是因为我讲故事的原因吗 啊 我等不去答疑 我多给你们准备点故事 好吧 设计的故事啊 老师被这个被骂哭的故事 刚入职场 小白的故事 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 好吧 友好朋友爱听这种 不爱听那种 就是购物观 长力这样的 就是哎哎 我就闭合了啊 知道我这是怎么转出来的吗 我是从这个 他头顶啊 转转转转转到刘海 然后呢 就是他的这个 后边头发 到这个地方呢 我就进去了 我一笔生成的 看到没有 我从这就进来了 进来进来 哎我就走走走走走 然后哎我就出来了 出来出来 走走走走走走 哎最后呢 把它合成一个形状 看明白了吗 这一块 尽量一笔生成就一笔生成啊 然后咱们可以把它转成这个绿色 看一下 基本把黑色的部分都覆盖了 是不是啊 我再回来哈 然后就是面部 面部细节呢 像这个 我先做耳朵吧 咱们从左至右这样去做啊 耳朵地方就画这些阴影的地方 就可以了 哎找到 我觉得我能在 9点10分完成它 好 那这是这种地方 哎这个地方有个尖角啊 不要尖角 好 哎脸上 哎掉个小手柄 然后像这个些地方 这个就可以点点点了 哎就是粗糙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 就是小的像素格子嘛 这个就是耳环留下的这个阴影啊 好 给它闭合 我是不是剪了个往脸 连上了啊 然后下方再多来几个吧 好 这种地方 你就沿着这个马赛克的轮廓就可以了 像这种地方 OK 然后就还有哪呢 就做做眼睛啊 眉毛 眉毛呢 从这个地方出发 你们用钢笔的时候 最好找一些尖角的地方去出发 不要在弧度的地方去出发 因为有可能好多的同学习惯 就第一笔呢 就是单击 它不掉手柄 那如果你再去闭合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尖角啊 你就从哎这个地方点击一下 好 然后呢 走弧度 掉手柄 哎这个地方就会自然加弧度了吗 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出现这明显的这个尖角的部分了 好 给它闭合 这是一个眉毛 然后眼睛 眼睛其实是双眼皮 但是它不够明显 那我就当一个色块去处理了 那我从从哪呢 从这个地方吧 好 有一些睫毛 它这个睫毛其实也不明显 我觉得这个图找到不够高清 高清的话细节会更多啊 可以打断手柄 再往下一边 再打断 好 还有一个 这个呢 就给它连起来了啊 其实它这个眼 这个底部也有一些下睫毛 本来我找是谁的图 找到迈克吉克逊的 但是我觉得我那个肯定得做半天 我算了吧 我就找一个相对来说 色块比较少的 要不那个 咱们肯定准点下不了班 下不了课 差点说漏嘴了 对吧 对于我来说下班 我不能让自己下不了班 好像这个地方 对吧 它也有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是叫内线的地方吧 这个 给它稍微来那么一点点 反正都已经画了 进来给它画细致一点 好 高光的眼镜的高光一会画 这边就是眉毛 这个眉骨的地方 没闭合 然后还有这个眼睛 从这里 加个小睫毛 插画好看 创意感好 谁呀 你吗 然后我们这儿给它稍微带一下吧 底部这块 它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我就少带一点 断了 再连一下 OK 我就给它闭合了 OK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鼻子的地方 还有嘴巴就画完了 还有脖子 一小点点 然后从这走 大家看这个地方 你们觉得像谁呀 我老觉得 我每次 看奥迪利河本的时候 总像一个咱们国内的明星 虽然我觉得它没有奥迪利河本好看啊 但有一些角度还是比较像的 能看出来吗 尤其是嘴巴这块 你们对虾米说的大秘名 这怎么可能像热巴呢 热巴跟它完全没有占边的地方吧 热巴它是属于那种西域美女 是吧 有那种西域风情 因为它新疆人嘛 但是我记得热巴好像有一次 红毯是不是用了 奥迪利河本这个造型啊 但是它这嘴上是不是有点小高光啊 嗯 我想这样咱们给它拐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给它留个白色的位置 这就连这个嘴角 看见没 我留了一个小的空白的位置哈 然后呢 我们再来处理它这个领子的部分 我这还有 就是在下额线的这块 然后呢 咱们把它拿走 我就已经画完了啊 把它拿走 线提炼出来 好 先把描边呢 我改成黑色了 下一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我已经改成黑色的描边了啊 选中 找到我们的粉线 来看一下 这还难抠啊 我已经讲 剪了多少细节了 说是王王王的真容 叫我真容干嘛呀 我就希望看到你们 哇塞 哇哇塞 哇666 嘿嘿 这个就是人像的logo 设计的手法 是不是 很逼真啊 对吧 好神奇 因为我做到了部分细节的保留啊 你们拿张照片 大家都能做到 你说我不会画画 我画出来奥迪 奥迪利画本 用AI 现在几点 零四我刚才也就 我说我不能脱长 真的达到了 一会儿眼睛高光没画 其实画面中的好多高光我都没有怎么保留啊 其实耳朵这个地方可以再添加一些这种耳环的细节 就会更加真实一些 我们可以在这个眼睛的位置上给他加两个小高光 对吧 加两个小白点就行 白色的 其实画的时候你们没有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啊 你们有可能会有质疑 估计画他也不怎么样 啥都没有 啥细节都没有 然后考上下C 或者我们选用这个做一个简区底层啊 先不简区 我要放在另一个上 考上下C 这考上下V 你看你放大看 其实好多地方 你说这个地方画的多难看 看这些线 对吧 多生硬 那其实还可以再去调呢 啊 他在上 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眼睛的弧度太尖了 你要调好多细节呢 软软一些 对 功夫 你都可以拿自己 没准哪天你们自己开个店啊 你是创始人 就可以这样去做了 好吧 这是今天我们的第三个 关于今天的这三个logo啊 有没有问题啊 其实这个图像啊 我们还可以用这种方法 之前我们学过的图像描摩 我跟你们说一下图像描摩盒 我们直接用钢笔勾的一个区别哈 图像描摩还记不记得 我扛着奥特加2啊 把这个图像 解锁出来 把它复制过来 找到我们图像的这个图像描摩 点击一下 来 他也是实量的了 看到没 但是 你跟我手绘的这个做对比 来看一下 眼睛的这些细节 细节 几乎是没的 你看嘴部 对吧 但你可以结合着去用 你看他这个头发这块 我觉得是比我的这个好的 你可以 局部用头发 这些你就不用自己抠了 你直接去描摩 但是眼睛啊耳朵啊这些细节 你就可以自己去描 然后还有一个呢 注意啊 咱们觉得学一个这个新的描摩方法 就是我保留全部细节 包括脸部的这种灰色调 对吧 都给他保留 选择我们头脚描摩 后边那有一个三角 点看这个叫高把针 点一下 等他加载啊 来 现在这个图也实量了 看到没有 就是他过于细节了 这时候你没法做logo 因为logo识别的是路径啊 我把它扩展一下 你看到这么多路径 你怎么做 这logo你做不了 今天我们做的logo不是插画 所以什么上色不上色呀 不做啊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感觉墨太多了 什么墨太多了 这跟墨有啥关系啊 作业上啊 我上传的是跟只跟你们上传这个啊 如果你们教的话呢 就尽量多教一个吧 你们教一个这个好不好 但是你们 但是至少这个要做出来 好吧 大鹏可以不教 然后呢 这个练一练 练的话 你就练好了 你就教 对吧 你觉得练不好 你就只教这个 都可以啊 第一次听AI课啊 那你 听得有点玩呢 这位同学都快节课了 扣一星期不可能啊 我就不相信你扣一星期 我扣了有几 我扣了有十五分钟啊 没有吧 讲了故事就结束了 素材 没有 你可以搜码 你非要扣 那盒本吗 我再理 看看能不能找到我那张 这么多 这不就是我那张 看到没 这比我那个高清感觉 你看这个细节更多了 但是他没头发 那头发他就切掉了 这个这个很好画 你看他这个光 亮面和暗面 特别的细致 特别好去处理 这个也是我那张 不是 这个不是 看错了 或者你们截图 去实图也可以 你们可以截个图 去这个倒摆多实图 其实我这有好几个 我看我戴没戴啊 我抠了不是只有 我还做了乔布斯 看见没有 乔布斯我把这个色块给你们框出来了 就是基本是两部分结构 然后一个他的这个整个右侧 然后还有左侧 以及眼睛 但是我没有画眼镜 这是他的实量画 然后这是奥特利 然后这个是张国荣 张国荣这个觉得我扣的不好 是因为他这个背景图选的不好 那这个背景都是黑的 我找不到他这个头发的 这个发迹在哪 就是头发的边缘在哪 就感觉这个头我画出来扁扁的 我应该再再给他这个颅顶 再高一点就好了 扣个赛亚人 赛亚人什么样子 彩色的照片 你们就去个色 肯定是比较优趣色 去完色之后呢 用我给你们去一个吧 哎呀 找个彩色照片 没有不用彩色 就拿奥特利 就是方法啊 把这张图用PS打开 其实我这张图我都没有处理 他本身不够黑 还有很多的色调在里面呢 没有AI基础 先从认识软件开始 因为我没有接触 咱们从第一节课 广告的第一节课 就是学的基础啊 AI的基础 好 然后你可以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看出是比较优 去个色 对吧 你看一下去色和没去之前 还有区别的 看到没这绿色色调没了 然后呢 你可以在选顺图上 卡人家M调出曲线 然后呢给他 哎亮的更亮 暗的更暗 加钱一下对比 就是黑白灰明会明显一点 然后你们自己用照片的时候啊 尽量不要用 那个呃 就什么美颜照片 因为好多女生拍吧 喜欢用美颜 然后呢 那个美颜美的 你这皮肤 增加网量的 然后没有光影关系了 经常我看到一些你们学长学姐的作业 一个大正脸 然后呢 那个鼻子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鼻梁 隐隐的已经被磨皮 磨的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聚白无比 然后呢 鼻梁不画 只画鼻子底部的两个点点 然后呢 画眼睛啊 画眉毛 然后画嘴巴 哎呦 真的是看不了 要更多的保留面部的轮廓细节 要么就是一个大扁脸放在这儿 最好不要用正脸 为什么我们再去拍照片的时候 人家给你打正光 什么顶光 侧光 背光啊 就是让你的面部轮廓更加清晰 这是PS 对啊 这是PS 你AI去不了色呀 你们现在在说什么 去了 对啊 你直接保存一个图片 你放在AI里 你踏就行了呀 老师 我昨天花瓣上复制了个印章 哎 算是 可是不能复制图章 结合图就可以用 复制图章 描摹了一下 一操作 全黑了 你找的那个图上背景 肯定有颜色 因为咱们的图像描摹 识别的是颜色 如果你的背景有颜色 你的印章也有颜色 那他会把两个颜色都识别成黑的 你最好找空白背景 就是白背景 我那天用的是一个 那个透明度的背景 对吧 有格子 大家不明显 就是灰色背景 他看不出来 所以好去提炼那个轮廓啊 一定要注意背景的干净度 logo 保存pdf 再看一下画的 哪个 这个啊 对 但是你叫作业的话 你这个 你就直接导一个 corpg 咱们你平时怎么导 怎么导 但是你要是 给甲方的话 给甲方 你也不能给ptf呀 给甲方先过了稿 确定稿之后 再给他ptf 一切的就是他去看你的这个作品 或者说你们商讨的过程 沟通的过程 全部给go bg 等给了你尾款 要去印刷了 你再给pdf 就是实量文件 有没有同学能帮我回答一下小杰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到AI里边 做他 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再强调这个问题了 我们做的是logo logo要做矢量 AI研究和pdf 其实区别不大 因为咱们pdf是可以直接在AI打开的 但是AI呢 他作为印刷文件来说 就是他一个文件里面 可以有多个这个文件嘛 对吧 原文件是我们自己保留的 尽量不要给原文件 其实AI和pdf都是矢量 但是pdf你分是在什么情况下保 这个保存的 你是pts保存的 你是word啊 excel ppt啊 这种也能保存pdf 但他们不是矢量的啊 只有AI保存的pdf 才是矢量的 前提是你用的矢量软件保存的pdf 我就关了啊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吧 然后周一 再见 周一我们还是logo啊 这logo要做提案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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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